那我们就开始了 好吧 那我们 这个今天是 十大未来产业生态的第九讲 那这个 基本上的快到结束了 我们也给大家讲过 十大未来产业生态呢 是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的是技术 第二部分呢 是技术对产业的影响 第三部分呢 是因为技术呢 带来应用的机会 因为从产业生态来讲呢 包括连这个 制造啊物流啊 其实都是会受到影响 都会形成一个产业 它本身也是个2B的产业 那当然呢 这个应用呢 更多2B2C会混合 都会有 但是呢 李转讲的应用的 这个向上空间更大 那所以我们是 这是应用部分 应用部分上次 我们是讲了 这个长寿科技和健康管理 那我们做个简单的回顾 就是 这个长寿科技的这个市场 实际上比 医药和医疗 它等于是医药和医疗加起来 这个 因为像我们指的 不完全长寿科技 等于是健康管理 是医药和医疗加起来 所以它是一个 更大的一个产业 那这个健康管理呢 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是致死性疾病的筛查 一个是这个持续的健康监测 一个是老年 慢性病的这个 这个生命质量提升 慢性病的管理 然后呢 这个 但是这三部分的都是技术 都有大量的技术公司在做突破 那合起来呢 其实它需要有一个 这个用户接触界面 因为各个领域的技术突破呢 这个 这些技术突破呢 这个 往往的传达不到用户那去 也就是说这个用户不知道 不是说没有这样的技术 而是说用户不知道 那这个信息不对称 这个 所以这种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服务商的角色 就像我们说这个电信运营商一样 你看有这个设备商是中心华为 但是呢 要有一个运营商 才能把电信业务能够提供的给这个 每个用户 顺便说一句呢 我们一直讲叫这个服务规模化的时代 服务规模化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运营商或者叫服务提供商 这个角色会越来越多 因为以前是技术提供商 或者产品提供商现在都变成是这个叫服务提供商了 比如说我们其实还说了一个重要的服务提供商 这个未来现在看起来 可能要花点时间 但是呢一定会走那条路上去 就是未来呢出行服务也会由提供商来提供 就是说那你今天是这个每个人要拥有自己的车 这是一个典型的产品规模化时代 那但是呢 等到这个车都能自动驾驶了 你理论上讲没有必要拥有自己的车了 那你就进入到服务规模化时代 就是说我预定了每天早上出门都要有车 能够给我送到办公室 这个我定的是这个服务 那他就要满足这个服务给我提供这个服务的条件 那这种时候呢 这个我就不需要再运有一辆车了 那这个谁来提供呢 就是将来就出行服务提供商 这个角色呢和电信服务运营商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健康管理也有这个服务提供商的这样一个角色 那这服务提供商这角色谁能来呢 这个当然呢 我们知道哈 比如说有这个保险公司 或者体检中心或者医院都有可能去争夺 但是更有可能的 那因为他其实需要的那几个东西 一个是呢长期持续的这个服务 我们说服务的时代的模式叫subscription 叫订阅制 订阅制呢 当然尤其是要个性化的服务 对吧 我们说服务规模化的前提是要个性化 因为如果不个性化 就根本就服务质量不合格 对吧 那么如果要个性化服务呢 就必然要能够对客户有深入了解 就是要从每个人身上能够持续收集数据做分析 这个谁擅长呢 就是IT公司 我能够通过手机啊 手表啊 甚至耳机啊 越来越多的这些随身的这个IT设备来收集你的数据 然后呢 我做出分析以后呢 给出一个反馈 当然呢 这个另外一种呢 就是独立的这个健康服务提供商也有机会 我现在开始构建啊 都是有机会的 但是到最后谁胜出呢 因为我们讲呢 这个你对未来做预测呢 你能预测到机会 预测到趋势 你没有办法预测到企业 因为有可能今天这企业还没成立呢 还没存在呢 对吧 所以这个呢 我们只能说 这个谁最有机会 值得关注 在这个你有的 最有机会的这个 企业里面呢 我们觉得说值得关注的呢 是这个苹果啊 这是我们上一讲的内容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进入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领域啊 我们叫做这个互动显示 显示互动 那显示互动呢 其实我们谈了好几年了啊 这个时代在慢慢到来啊 大家品味一下 我们三四年之前就在喊啊 说首先呢 说这个显示会无所不在啊 然后呢 说这个显示和互动加到一起呢 会成为一个显示互动产业啊 那我们现在说呢 显示互动呢 会成为一个时代啊 为什么这么说 那首先呢 这个它和什么是相关呢 就和我们这个大的时代背景是相关的啊 就是这个 我们的这个时代背景呢 就是我们之前讲话 整个叫服务规模化时代 那服务规模化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技术要就位 对吧 我要能够把这个人的经验 给他用技术能够模拟出来 能够学习过来 然后呢 我在个性化的向每个人来提供啊 因为尤其是最好的最优秀的人类经验 那么前提是什么呢 就我们讲的 这个这次讲的头三讲的那个技术啊 一个呢 就是人工智能 尤其是人工智能加云计算加大数据啊 这个呢 就造成智能的无所不在 那第二个呢 是我们说要这个 这个呢 是智能无所不在呢 我就可以在数字基础上给你提供服务了 另一个呢 这个这是这是虚啊 另一个呢 虚实要结合 我们说VRAR元宇宙啊 在这个领域呢 提供服务 第三一个呢 就纯实啊 实的呢 我们就要在这个机器人啊 包括说 你看我们这个课上讲的啊 这个特斯拉就是这个机器人 对吧 就是机器人公司啊 前几天 那比我们课讲的晚一点啊 这个我们课讲完了以后了 这个马斯克前几天讲了啊 说这个特斯拉是世界最大的机器人公司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英雄所见略同啊 这个特斯拉最大的价值啊 是他其实是机器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自动驾驶部分啊 当然了一方面我们讲呢 这个产业要看懂看透啊 这个交通出行产业的变革呢 它是个连续弯道啊 先是啊 这个电动车的变革 然后是自动驾驶的变革啊 然后慢慢会变到啊 这个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转型 变成一个交通出行出行运营商的这个变革 所以你看他几步啊 在不断的在推进 那到最后呢 谁是胜出者呢 那当然是运营商角色最关键 所以谁能够成为真正的交通出行运营商 谁会成为胜出者 哎 这之前都还胜负未分 所以呢 特斯拉也还没有完全完成 啊 就是只不过呢 他机会最大哈 我们也讲过这个例子 对吧 这个 如果你有一辆特斯拉的车 他有自动驾驶能力 可能某一天 这个你上班了以后 这个特斯拉车你就不用管了 把它调到自动驾驶模式 然后他就会被特斯拉统一调度出去 帮你做出租车挣钱去了 对吧 这个 那所以呢 他就会变成一个未来 那么在这个连续弯道里面呢 你就要理解说 这个他就已经不是以前传统的造车卖车模式了 所以 为什么我们讲说 这个我们也知道哈 原来有人说这个特斯拉的价 股价会腰斩 因为你看他比这个通用加福特 或者世界前多大的这个汽车公司 加在一起市值还高 N多倍 这不合理 对吧 但是实际上他市值一直没腰斩 那原因在哪呢 就是他根本就不能拿他去跟造车企业去比 因为他就不是造车企业 人家是机器人公司 对吧 不是造车企业 他的这个市场潜力就不一样大 好 我们说呢 这个造车企业这个市场呢 总的来说呢 比人口数少 因为这个世界现有的这个存 这个存量的车的存量市场是这个20亿台 但是我们市有70亿人 那么但是呢 未来的这个机器人市场 是会超越20亿的 这个肯定是超越20亿的 那么那所以他的市场潜力要大 那另外一个呢 业务模式 它是服务规模化时代 它是订阅制 将来的这个 这个订阅交通出行服务 而不是这个一次性的销售产品 所以各个方面都不一样 这种时候你在用老的模式去套新的 那肯定是不对的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之前讲这个大时代 这大时代造成第一 服务规模化来了 另外一个呢 就我们也在讲这个最近一直也在讲元宇宙 因为确实现在讲元宇宙的越来越多 刚才还这个给给这个 咱们传语地图同事给贺老师发过一个 转发一个这个宣传广告 某著名高校成立了元宇宙系 然后也在讲元宇宙 莫名其妙 因为这个漫谈 这个空谈 讲成形而上了 实际上没有意义 实际上人家是这个 要很现实 这个世界是被实实在在的技术推动的 而不是被空谈推动的 对吧 那么元宇宙我们讲最大的意义在哪呢 就是它是一个新的知识的这个积累模式 原来我们的知识积累从文字简单说 可以当成一维的 线性的 那这个到这个图片二维的 到今天的这个元宇宙的提供的数据呢 是三维的 当然家里永远会加上时间轴嘛 那就是理论上就像四维的 那如果这个加上时间轴这样的 四维的这个数据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对我们的这个 比如我们的操作可以做精确模仿 对吧 那这个 对当然从里面抽提出来的知识呢 我们就掌握就更好了 就对人类知识的这个经验 就会掌握更好了 当然也意味着呢 虚和实能完全叠加 我们叫数字物理融合系统 就是你看任何一个物理空间的东西 都会有大量的数字层的标注 那就意味着看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原来你要上网 才会这个和网络世界对接上 对吧 那就是网络世界的虚和现实的实是分开的 那现在呢 这个任何时间 你看任何实的东西都有虚 对吧 你看虚的东西都能和实对接上 那虚实就彻底融为一体了 对吧 那么这种时候呢 就意味着说 你不再是这个 有上网的概念了 这个因为你时事都在上网 因为你看任何实体都有虚的东西 你都在掉 掉网络上的东西 时事都在上网 那就不再有专门 有虚的和实的这种这种这种划分了 这个维度就不存在了 对吧 当然虚实划分的维度不存在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明年再找时间跟大家讲了 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 我们讲这个对技术的社会推动 这个三个层面 叫做从这个行为改变 到习惯改变 到这个观念改变 那你就会发现慢慢慢慢呢 它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来了 以前呢 我们的这个习惯 和观念呢 都是这个按地域划分的 都是这个 我和谁住得近 我这个 我们都住在一个地方 叫一个国家 对吧 那别人住在另一国家 就是另一国家的人 对吧 那包括我原来经常抱怨 你看我和 为什么和这些人 原来上学的时候 我就这个 这个困惑 为什么和他们是同学 就因为我们住家是离得近 但是我其实跟另外一些人 可能更有同感 更有认同 更愿意互相交流 但是住的不近 那你会发现说你是按什么来划分的呢 你是按地域划分的 而且你下意识就认为按地域划分是对的 所以我跟他们同学 没毛病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 曾经啊 这个有大人们去 这个批评孩子们 当然我们知道 从历史规律看 大人到最后都是错的 孩子才是对的 对吧 因为未来是人家的嘛 那大人批评孩子 说你看 大家过节的时候 一个桌上聚会 结果呢 每个人都在手机上和自己的朋友去互动 而不是在眼前和这个眼前的人交流 其实这个区别在哪 你认为对的原因是因为你认为我们应该按地域来划分 所以你看在同一个地点上 同一个物理位置上 大家就应该交流 但是在孩子 他从生下来的时候 他就时时都在网上的 无时不在网上 所以他没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我们讲这个 他的数字和物理是彻底融合的 那么这种时候呢 他就不认为我非得在地域上 同一个地域才能交流 他认为说我应该是同一个思想感情 同一个心理这个偏好的人 我才能够交流 对吧 也就意味着说 虽然这个所谓叫叔叔大爷们 这对应该是血缘关系是不是值得交流 对吧 这个我们也已经慢慢知道 这也在突破 对吧 我们之前讲说 这个中国原来叫做这个江村经济 叫做圈层文化 那个圈层文化的落后的原因在哪呢 就是以什么为圈层 不是圈层这件事落后 是你血缘关系 地域关系设圈层 这就落后了 但是如果你我们说进入到 叫能力圈层阶段 那就叫什么 以兴趣偏好设圈层 那就是对的 注意哈 就是圈层这件事没有错 是以什么衡量标准来设立圈层 对吧 所以我们老的模式呢 是以地域是以血缘来设来设立 这是不对的 那未来的模式呢 就是以兴趣偏好来设立 那就是对的 而且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从小时候从孩子起就有圈层 所以孩子和承认这个壁垒 也会打开 对吧 孩子和承认越来越像 当然核心不是孩子越像成人 那可太可悲了 是承认越来越像孩子 那我们也讲过 这个承认世界和孩子世界 是完全不同的 承认越来越像孩子 越来越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去相处 而不是和我身边的人去相处 那么这种时候你就看到说 这个其实是技术造成了 我们的行为模式 甚至我们的这个认知模式 我们的这个观念都在改变 就是这个社会是被这样去推动的 所以你就会理解了 那但是你发现说呢 这个转变的时间 注意会非常的长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尤其是呢 很多这个基于以前 因为我们以前的行为改变 然后造成以前的行为改变 造成以前的观念 这个以前的观念呢 才有滞后性 就你新的行为又出现了 新的习惯又出现了 但是你的观念还是以前的呢 尤其比如说 在这个政府治理上 你的治理模式还是以前的呢 对吧 我们讲就是 你看全球的产业链构成 产业链结构 它都已经是打破地狱的了 是全球的这个 以这个我们说 相对竞争优势 比较竞争优势来重新布局的 全球的产业链生态 但是你看比如美国和中国要打 就他要跟中国挑起 科技战也好 挑起贸易战也好 他是强调的什么 他是强调的 还是地狱式的 这个我这个地方不让你来 我这个地方不跟你合作 还是地狱式的 对吧 包括说所谓的海关啊 这些都是地狱式的概念 那这概念已经不适应了 你用地狱式的方式 去跟今天的现代科技 造成的这种 这个兴趣 共性 行业 这个共同行业 共同 这个 这个 这个产业 这样的这个模式 去竞争 那明显是落后的 明显是有问题的 对吧 就是你没有办法用过去的武器 去打赢一场未来的战争 对吧 那单身问题在哪呢 问题是我们需要研究 什么是未来的武器 所以呢 这个我们这一讲 注意哈 其实就在跟大家讨论 什么是未来的武器 因为这一讲呢 这个背景其实是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讲 这个服务规模化 这是一个大时代 已经到来了 那么这个服务规模化时代呢 他就需要有自己的 这样的这个行为模式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这个产品规模化时代呢 他的这个行为模式是销售出去 是一次性的 他跟客户不需要保持持续联系 那么到服务规模化时代呢 这个智能是无所不在的 数字是和物理融合的 那么这种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需要实时的去保持这样的连接 保持什么连接呢 就是数字系统和物理系统连接 我人和这个数字系统连接 人和其他人的连接 而且这种连接呢 注意不是像以前一样 被框定在一个框框里的 比如说互联网就在一个网络 电脑这个电脑的这个屏幕上的 或者是手机就在一个手机屏幕上的 而是无所不在的互动 因为数字物理融合在我们手边 是让他无所不在 那么这个要求是什么 就要求有新的互动界面 也就是说当服务规模化到来的时候 当元宇宙到来的时候 这个世界都被数字化了 你会被沉浸在这个数字化的世界里 当然也同时你早就沉浸在物理世界里 对吧 只不过数字物理现在叠加了 那么你和世界的互动的界面 就不再是被一个小东西框定了 而是要求你和环境随时能够互动 那你和环境互动这部分 当然就成了整个元宇宙也好 或者我们叫服务规模化也好 最重要的部分 那简单的说呢 就是像当年这个互联网出现的时候 什么是最重要的部分 是你看互联网我们说意义非常大 对吧 把人类经验 我们其实它是连续的 注意这个人类行为都是连续 所以才可分析 对吧 那是因为以前我们先有PC 先有软件 所以我们其实把大量的个人经验 大量的个人数据 已经做了数字化积累了 你记得电脑里东西只能是数字化的 对吧 然后呢 再把这数字化东西一连上网 其实你很多连上网的东西 哪出现呢 就是把大家的网络 把大家的电脑串起来的 对吧 那么这种时候呢 这个你把这些东西串起来以后呢 就形成了人类信息的聚集 而且这个大聚集呢 可以和以前的图书馆逼美 对吧 以前图书馆其实也是人类知识的大聚集 只不过这大聚集和这个网络比起来呢 它的实时性差 它的这个积累的这个丰富程度也比较差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 就是它的界面差 它让我能够调用这些数据 让我能够利用这些数据去 这个获得利益 去使用这些数据的这个效率低 对吧 那么但是互联网就好很多 但是互联网呢 依然有这个问题 就是在你的电脑背后是一个网络世界 对吧 但你还是要有一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当然首先是个浏览器 更重要的呢 是因为你要提取知识 所以它是这个 我们说叫做这个搜索引擎 所以为什么谷歌值那么多钱 因为它是这个互动界面 那么当然到了我们说的外8.0的时候 这个本身人人都能提供内容了 而且呢 这个搜索是一种的找内容的方法 好友是另一种找内容的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好友呢 本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我原来这个 有一本书还叫大连接 这个美国的一个很厉害的 这个社会网络的研究者 提出来的就是说 其实呢 这个人是 所谓叫这个六度分隔 但是是三度影响 就是所谓度就是我和你 我认识你就是这个一度 我认识你后面的朋友 你我不认识 我认识你但是不认识你的朋友 我跟你的朋友就是二度哈 那实际上呢 这个影响是三度 为什么呢 因为你和你的好友呢 有50%的相似性 我们其实在 原来在这个新浪微博上 做过分析 做过数据分析 基本上能验证这一点 就是你和你的好友 有50%相似性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说 一个人 如果喜欢某种行为 比如随便说 喜欢看恐怖片 那他的一度好友 这个强连接 喜欢看恐怖片的可能性 50% 所以呢 我就可以从这个呢 能够复职 能够赋予他 就知道一个人了 我就知道他好友是什么 这个状况 那么 所以这些呢 都是 那利用这个特性 就能怎么办 如果我知道好几个人特性 我就知道这人要什么了 对吧 你的好几个朋友要什么 都给你付50%的权重 我就知道你要什么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包括原来跟移动一起来 做这个 这个移动上的信息的时候 我们就做叫做好友推荐 而且还有一次叫好友过滤 就是你的朋友 能够帮你过滤信息 也就是说 通过分析你的朋友喜欢什么 基本上我就能够精准的 给你推荐内容 都是你喜欢的 所以 那这是另一种 这个 后面形成了巨大的互联网数据 这个数据如何给你提供 和你如何调用的方式 注意 这个互联网的数据 并不只是搜索 通过好友推荐和调用 也是很好的 这个一个信息提供方式 比如说 你看我们现在基本上 这很多人的新闻来源 其实就是微信朋友圈 对吧 他并不是通过搜索来的 那是通过朋友圈 实际上说白 就是朋友的推荐来的 当然朋友推荐 还有很多的模式 这个我们不详细在这展开说了 未来还会跟大家再来讨论 那么 所以 简单说 就是在上一个时代 这个如何利用互联网数据 他有一个界面问题 也有一个调用问题 那到了现在 元宇宙了 到现在了 智能无所不在了 注意不光是元宇宙 智能无所不在 那如何去调用 如何去获得服务 如何去互动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产业 所以注意 我们说的显示互动产业 别以为就是显示屏 实际上是超越显示屏 是说整个的界面 那么当然你要知道说 这个很重要了 对吧 这个可能是这个时代 我认为 为什么单把它拎出来 显示互动产业 蕴含的机会 就意味着 它是整个服务规模化的 一个interface 一个叫做界面层 对吧 我们都知道界面多么重要 尤其是呢 这个界面呢 会随着技术而改变 比如说 当这个 你出现了这个屏幕的时候 这个界面 如果要运作的好呢 就要有鼠标 所以鼠标的发明 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我们也知道那些故事了 对吧 其实曾经是 这个本来是 这个这个这个 施勒的 这个Palo Alto的 这个实验室 研究中心 这个叫Park 他们的研究成果 就是施勒的一个 纯研究机构 的研究成果 最后被这个 乔布斯偷出来了 最后把它商业化成功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另外一个呢 手机出来 我们知道互动界面 就变成屏幕 点点戳戳了 拇指一足了 注意哈 这个尤其是呢 这个 这个界面 一方面呢 我们说 它其实是受技术影响的 就是你用什么技术来提供 另一方面呢 是服务方便性 是受于人性影响的 所以原来我们其实讲过这事 1987年的时候 那时候离这个 手机的触屏 电脑都没有触屏 对吧 离这个触屏 还这个差的远的很 因为这个PC刚普及不久 对吧 那那时候呢 有一个著名的这个教授 叫尼格罗庞蒂 他其实也是那个 MIT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 著名的媒体实验室的创立者 包括当年这个张昭阳 创立搜狐 这尼格罗庞蒂都给了投资的 那么尼格罗庞蒂 当然他有本著名的书 叫数字化生存 国内胡勇教授给意义的 这个 他这个 那个书当然就是等于是 开启了对数字革命的一个深入理解 数字革命比这早 对吧 PC时候就开始了 但是呢 大家当时对数字革命普遍不理解 他在讲数字化生存 他讲了数字革命很多东西 那都到今天看都是非常前瞻的 他最前瞻呢 就是我 我在网上曾经收集到 我一个他87年的演讲 就讲呢 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看着屏幕 去跟他互动 是不合理的 尤其是他指的是这个 这个这个电脑屏幕 他就说 因为你这个看着屏幕跟他互动呢 你要首先你这个这个眼睛 是看着屏幕的 然后呢 这种时候呢 我要去找那个手要去手要里去找鼠标 我眼睛要离开屏幕 要去看鼠标在哪 然后手去抓住鼠标 再回到屏幕上 大家发现没有 一般来说你找不着那鼠标的光点 所以一般玩电脑人都知道 拿鼠标换两下 换两下干嘛呢 看哪动 这个人的眼睛最擅长去找到那动的部分 原来鼠标光标在这 找到这个鼠标的光点 然后再把鼠标呢 移到我想处理的那个位置上去 我想在那个 比如做文字处理 到那个想处理的文字 再点一下 我才可以完成 你看我要看屏幕 离开屏幕 再回来看屏幕 要在鼠标光 不要再移到我操作位置 要好多步 然后呢 这个尼古洛庞帝说 但是人性不是这样的 人的行为不是这样 人的行为是什么呢 如果我看到一个地方要处理 对吧 我根本不能移开 我直接把手就上去吃了 就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如果我有触屏 我手就直接可以去处理了 为什么我不用去找手在哪呢 因为人有本体感受器 我的手在哪 我远远自己是知道的 不需要去找找看 才知道它在哪 但是鼠标没有本体感受 当然未来 这个会不会外部设备 和我的本体感受能连通 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随着这个 这个这个所谓叫 这个脑机接口 未来这种连通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的 但是那是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至少今天看起来 对吧 那这个我们调用自己的手的 方便性要比调用一个鼠标 其实要好很多 因为步骤省了好多 所以尼古洛庞帝在87年 他就预言 说他说我今天还不知道 会有什么技术来实现这点 但我认为未来 屏幕上的问题 是直接手上就处理的 不是用个鼠标 甚至他说呢 未来呢 因为我们手有 两只手 十个手指头 这十个手指头 应该都能够被运用 所以呢 应该不是一个点 不是一个点去处理 应该是多点处理 那后来我们都知道了 对吧 有了苹果就出现了的 多点触屏 对吧 那你会发现说 两个点是什么意思 三个点是什么意思 还可以旋转啊 还可以甚至将来的空间旋转 等等等等 你就发现手指头越用越多 对吧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其实呢 我们一直强调 这个就叫技术和文化的 双向选择 文化就是我们的体验部分 我们的使用部分 我们每个人如何使用的舒服 我们就在选择适应的技术 那另一方面呢 技术也要能做到 才能让我能选择 对吧 所以他在这个双向不断选择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今天呢 我们这个大需求已经有了 对吧 这需求是什么 就是我这个大的技术背景 造成我需要一个新的技术界面 新的这个互动界面 无所不在的互动界面 甚至说就在现实 直接的环境里的互动界面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们就来看 有哪些技术能够满足 这些界面的互动 那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 到底都有哪些技术 那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几类 就先把这个找 要找的技术分成几类 一类呢 就是我们还是叫VR 就是我还是相对偏虚拟 但是呢 这个和以前不一样在哪呢 就是我不是一个人 我是N个人可以在同一个环境里 他也能形成互动 就是我把大家都调到 虚拟数字环境里去互动 注意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很重要 就是如果我们都在一个时的环境里互动呢 其实相对比较难 就是如果说 这个是AR 理论来讲 就我我我我只能在同一个物理位置上 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面 对吧 就是说我们在同一个物理空间 而且要描定同一个这个具体的这个物理的点 我在上面显示同样的数字的东西 我几个人才能协作才能互动 对吧 但是在VR 如果是我们把真实的东西全都数字化 搬到同一个数字空间里 我们反倒多人可以在一个数字平台可以互动 所以为什么以前我们其实 这个17年时候我在这个 在得到那个开的课程 全创作260讲里面 一开篇的时候 我们就讲过说实际上未来更重要的是叫做MR 叫混合现实 而不是AR 因为AR的特点呢 是把这个数字层啊 直接贴到物理的东西上 我对物理有个简单定位 我把数字层就加上去了 那这个呢 如果你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 你才能参与处理 但是如果是我把这个 物理空间都给他数字化了 当然虽然这数字化了以后 会加上物理的这个 物理空间的空间位置标注 但是它依然是个数字化的 然后我再去叠加 就是数字化的东西可以相互叠加的时候呢 可以远程就协作了 所以呢 未来即使是我在 真实的物理世界上去叠加数字东西 也要先把这个物理世界数字化 然后呢 再叠加数字东西 就是数字和数字可以无限叠加 而且可以远程去协作 那也是 这就是我们讲说 为什么未来3D扫描很重要 那时候其实17年 对吧 那那时候这个我们也知道说 苹果后来推出来 这个苹果10是应该18年的事 对吧 那么苹果18年推出苹果10时候呢 我说这个是个花时代产品 那当时这个 基本上大家都不看好苹果10 这个公司 这个产品不行 我说这产品是花时代的 为什么呢 就因为它有了激光点头影 今天苹果已经正式把它命名为叫激光雷达了 当时没叫激光雷达 叫激光雷达的点头影 就是能够第一次做面部的三维扫描了 虽然它这个技术只用在面部三维扫描 那我们也讲说 它未来一定会用在物体的三维扫描上 对吧 因为原理是一回事 所以我记得当时这个很多人 我们基本上是这个市面上和所有人的意见相左 基本上我们听到的声音都是苹果10是个烂产品 这个缺乏创新 那我们说苹果10是个化时代 是个革命性产品 但后来也证明了我们说这一点 今天大家在回顾的时候都说 苹果10是个化时代的革命性产品了 当年没什么人说 原因是你要看到背后这些东西 对吧 因为它已经开始启动 对真实的物理的东西 做数字化的这个准备工作了 叫技术域埋就已经开始做了 它只给你提供了一个技术能力 其实它技术早在那了 今天都还没提供更多的能力 但是很快它就会提供出来 就是三维扫描 就是大量的把这个现实物体 做数字化的这个能力 而这能力很重要 因为我们讲这个数字化 这个能力就意味着大量的 这个三维的这个数据开始累积了 三维数据的累积 就是元宇宙的核心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 这个之前讲过的东西 稍微回顾一下 那这个核心在哪 就是说你把它一切都数字化了 以后再打通 它就是 所以这个即使说 有很多东西是真实的 你把它真实的环境数字化的 它也可以放到这个VR环境里 可以形成远程协作 对吧 那么所以这是一种互动 一种这个界面 以VR为核心做界面 虽然这个听起来好像是纯虚拟 其实如果你是把现实世界东西 三维数字化了 放到VR环境里的 它就是和现实的这个 而且是就是可能和某个空间 某个位置相关的这个互动 所以不见得非得是数字环境 可以是真实物理环境的互动 因为你也要把物理环境数字化 所以叫仿真嘛 我没讲过 把物理的东西完全数字化了以后 它才好操作 甚至包括什么呢 物理的规律都给它数字化 什么叫规律数字化 就在这个物理空间里 明明是个数字空间里 一个物体和另一个物体相撞 它都符合所有的这个力学 牛顿定律 就和这个地球上真实发生的事情 是一样的 就是它连光影都是可以仿真出来的 那就意味着什么 它是真实的复刻了一个物理世界 那你在这个表面看起来 就是你就是在物理世界里去互动的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数字化的物理世界 是一个是一个数字乱生 它去做这些互动 但是呢 核心的就是它确实能够做到 在真实世界里的互动 对吧 那么所以呢 这一个呢 就是说它这个VR呢 它需要更强的显示技术 至于我们看到说 这里面很有意思 一方面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我们现有的这个显示技术是不够的 就现有都是用LCD 即使我们说这个爆款产品 这个是也是我们之前 对吧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我们这个年初就说了 这Oculus Quest 2会是第一款商业上成功的 这个VR设备 那现在已经证明这一点 因为据说今年已经卖过了上千万套了 这个已经爆了 然后呢 这个但是它还是用的是LCD屏 这LCD屏呢 肯定是这个表现力是不够的 这个未来呢 一定会往这个MicroLED走 为什么呢 因为最起码你要达到这个 人的最最佳分辨率 人的最佳分辨率呢 所以就是这个人眼分辨率要超过300ppi 才能够这个在超过以后 人眼就分辨不出 但是实际上我认为这个人眼分辨不出呢 其实也是相对的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只是静止的去 就是只拿着一个东西去分析 如果两个东西同时在你面前显示的话呢 其实还是容易这个比 就是人的眼睛呢 它不是一个这个这个不容易 人的大脑都是这样 不容易判断绝对值 但是很容易判断相对值 你从各个维度能看出来 这个这个就是真实一点 那个就是实真一点 但你说到底是多少个这个ppi 多少的精度 他可能说不出来 那么所以呢 其实理论上讲呢 就是这个我们的显示屏 不光是这个不光是这个VR显示屏 连电脑显示屏连这个这个这个电视显示屏都是一样 显示屏的这个精度还会提升 这个就说要到这个这个这个16k才才才才够 但是呢它一定不是无止境的 一定不是这个永远都比精度 所以我们也强调 未来呢显示上当达到一定精度的时候呢 就要开始比其他东西了 那么另一个呢 就是所谓叫这个AR 对吧 就是VR 当然这个VR VR都还有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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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叫 除了显示以外 这个都还有一个叫反馈的部分 就是体感的部分能够形成反馈 那体感呢甚至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是跟踪 就是跟踪你的这个身体 跟踪你的胳膊 对吧 这个我们也之前介绍过 这个虚拟会议系统 这个 现在呢只跟踪你两个胳膊 所以大家在这个用VR设备 开虚拟会议的时候 都只有上半身 因为下半身你腿在那 我没跟踪呢 未来有可能跟踪到了 对吧 但是呢 这个要 首先要跟踪 甚至说对眼球要跟踪 这样我知道你看到哪 这个眼球跟踪技术 也还是挺成熟的 关键是你要把它进一步缩小 进一步做的轻 这个运算能力要跟上 你要把它嵌到这个VR设备里才行 对吧 跟踪眼球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对其他的这个动作的跟踪 包括我们讲的万代 对你的手部动作跟踪 包括说呢 当然一方面也是反馈了 就不光视觉反馈 这个也是跟踪 也是反馈 就是说叫电子皮肤 就是一方面呢 我给你一个触觉感受 另一方面我也跟踪你的触觉的动作 你做了什么动作了 我也 你给我施加了一个压力 我能通过对这个表面上 这个电位变化 我能感知到你的压力大小 所以呢 就是一个双向的一个感知 都会有 那这个 当然这个 视觉是最主要的 视觉 一方面我们讲是 VR是就是显示屏 显示 整个的这个虚拟世界 或者和 或者是另一种VR方案 就是一个摄像头 实际上把现实世界捕捉进来 又显示在这个屏幕上 显示 我带人这个设备 就好像我 这个是个透明的 这个 这个VR设备一样 因为我直接能看到眼前东西 只不过其实他是 用这个显示屏 用这个用这个摄像头捕捉回来放在这个我的我的这个脸 我的这个 屏幕上的 那么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叠价 对吧 就是叙事叠价 那叙事叠价 我们一直在讲呢 就是期盼着这个AR眼镜出现 这个AR眼镜呢 这个我们也知道说 原来这个 Google Glass做的不太成功 那这个 现在呢 是这个微软 这个Hololence做的比较好 Hololence呢 现在是卖给军方的 而且呢 这个军方采购嘛 美国有钱 对吧 都特别贵 这个离这个 所以就基本上土币的 这个离土C呢 还有一定距离 这个 因为土C 你一下卖几千美金 这肯定不靠谱 土币 美国政府从来就是大户 从来就不在乎 那但是呢 这个我们也知道说 一直呢 有传言说 这个苹果要推这个 自己的AR眼镜 苹果推不推不知道 但是现在呢 确实这个别人在开始推了 比如像这个 我们举这个例子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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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Oppo Oppo叫Air Glass Air Glass呢 其实它已经是个 基础版的 这个 这个 智能眼镜了 所谓智能眼镜 其实就是一个AR眼镜 但是呢 为什么叫基础版呢 就更多是一些 简单内容显示 而且呢 它在显示时候呢 不能做到 对你的 外部的环境的 三维的 这个建模 然后呢 能够精准的叠加 它做不到 我就是一个 浮起来一个显示屏 就像现在的这个 很多的VR设备 因为他们 如果和外部 没法匹配的话 它其实就是个 看电影的装置 对吧 就是它 我只是提供一个内容提供 就是说白了 就是一个显示器 那么单身的显示器 也有用 就是我 我记得在 我在18年的时候 做前二大会的时候 我就戴了一个眼镜 那个眼镜是 是 Ibsen的 这个 Ibsen Ibsen的那个眼镜呢 其实就和这个 现在这个 这个OPPO一样 就是显示一个屏幕 它和 因为它 它对那个外界环境 那个三维定位做不到 我们说你要对外界 三维定位 才能把AR的 这个数据精准的 叠加到那个位置去 对这个 现在的很多AR眼镜 都做不到 AR眼镜 你要对外部 三维要建模 要知道那个 知道那个平面 在哪才行 对吧 那还做不到 现在只是一个 简单的提供数据 当然这提供数据 这对我来说是有用的 我当时戴的眼镜 是丑丑的 对吧 但是其实我主要 戴的眼镜是为了 这个我的那个文字稿 因为我们在电视上直播 后来我就不直播了 因为我不愿意 被文字稿束缚 这个 那这个 被直播了以后呢 这个 我就必须得 这个逐字 这个念稿 不能随便发挥 随便相说八道 那这个 那稿显示在哪呢 我就显示在 这个我的这个AR眼镜里 所以戴着眼镜 其实是为了看 那个文字稿 大家看不见 我能看见 那当然这个眼镜 就更好一点 这个OPPO这眼镜 看起来就 就更酷炫一点 但是离我们说的 这个AR眼镜都差的远 因为AR眼镜 必须要解决一个叠加问题 所以你看这个 有传说是 2022年苹果会推出来 但是也有传说是 还推不出来 那不管推出来 推不出来呢 都要先解决这技术问题 这现在解决 这技术问题 最大的难题在哪呢 就是不管是远还近 你都能要做到3D建模 都要对它的 你想叠加的这个位置 做精准的这个测算 你才能精准叠加上去 要不然的话 这个就失真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特别大的问题 所以你看 这之前要解决不了 这问题的AR方案 就只好用 苹果的 iPad的AR方案 iPad的AR方案 我是用一个Pad来 先把你变成 二维的图像 然后在二维图像上 叠加东西 就相对精准的多 所以 这个 这个是 现有的最好方案 当然 从理想上讲 那舒服上讲的 当然肯定是 这个眼镜方案是最好的 当然眼镜方案 确实有技术难题 就是它核心的不是显示 核心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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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 主要是和外部 三维的定位 外部的三维定位 我才能够把我的数字部分 精准叠加上去 这个难度 其实蛮大的 说实话 那么 当然呢 这个难度有挑战 但是一旦解决了以后 很可能 如果尤其是只有你解决了 别人没解决 那你就成了界面的这个控制者了 对吧 那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扎克伯格在干的事 就是说 所以就是只要有扎克伯格 他们还在干这事 包括这个微软也 肯定也在继续干这事 HoloLens也要想干这事 那只要你在干这事呢 那这个 这个苹果就有压力 所以我觉得呢 苹果呢 当然苹果有一个毛病 就是它需要这个 尽量在技术上的 相对成熟理由再推出来 就可能 我认为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你在应用互动过程当中 你才容易技术成熟 所以你应该先推出一个 可能不是很完美的一个 AR眼镜 然后你慢慢再去优化的 而不是说 我等优化完了 再推出一个硬件 那样黄瓜菜都凉了 对吧 所以那个 但是这块确实是 我觉得是一个竞争焦点 就现在看起来 VR呢 问题不大了 那AR就成了竞争焦点 尤其是说 AR呢 能造成虚 这个数字和物理的融合 它的意义 就比VR还大 那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 特别重要的一部分了 这个AR的这个设备的成熟 什么能成熟 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 我们判断这个产业爆发 这个时点了 那么当然还有一类呢 就是屏幕显示 注意哈 这个评显也是很重要的一类 这个 那评显这类呢 我们讲说 这个 当然呢 其实它 我们强调呢 就不只是一个信息输出 信息输出 就是显示器是 最方便的输出 它的好处在哪呢 就是你这个眼镜 它是个人化的输出 但是屏幕呢 是可以共享的输出 共享输出有很多时候 是非常有意义的 比如举例来讲 这个 这个圣诞节哈 我就这个 在讨论说 我们小朋友请他的 这个同学来家里玩 那家里玩的时候呢 这个 说一起玩游戏吧 现在最实话游戏 是这个VR游戏 这个VR游戏呢 这个最大问题在哪呢 就是他自己玩 就是您戴上这个VR头衔 您就自己玩了 那别人在边上 就我在你旁边 我跟你没法互动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也看不到你这个 这个头衔里的内容 但是理论上讲呢 其实你头衔里内容 我可以把它 或者用第一认称视角 或者用第三方视角呢 把它放到一个 这个电脑屏幕 或者是其实叫智慧屏 放在电视屏幕上来 也就是说 你在头衔里看内容 我其实可以输出在电视里 让电视里 别人也能看到 你看到什么 甚至说我在电视里 看的东西呢 因为你头衔看的东西呢 你要不失真 你是也是要三维的东西 对吧 那我如果是在电视里呢 我也可以三维化 让你在电视里 看到一个三维的一个 一个一个东西 所以一方面来说呢 就是电视的显示的 这个三维化 一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所以你看到我们说 这个电视显示上呢 就有个人 做各种的 这个三维的解决方案 这个比如说 我们这儿举的例子 是这个三星 他就在研究 这个三维的 这个解决方案 这个尤其是 叫做裸眼3D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 其实它背后呢 不完全是这个 这个所谓显示的问题 它其实是个计算问题 就是说我如何通过算力 算出来的 它是三维的 然后每一次移动 每一帧的这个动作的移动 都是算出来的 那其实在游戏里 早就是这样了 游戏画面都是算出来的 你看我女儿最近在 传一个这个电脑 就要求是这个玩游戏方便 所以那个配置都要求特别高 超级贵 对吧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不是显示器多么贵 原因是你要显示的内容 不是像以前像流媒体 是直接别处生成的二维内容 给你推送过来的 而是在你这儿计算了以后 显示出来生成的内容 它是三维的 对吧 那要求什么 要有很强的这个计算能力 对吧 所以这也是这个显示屏 我们一直反复强调 显示屏要计算能力 当然呢 这个所谓三维 还有另一种呢 就是我们说这个谷歌的 这个所谓叫光场 这也是一种三维的显示能力 当然一方面 当然说我这个谷歌声称 是可以做这个远程视频史 但是另一方面理论上讲 你如果能做远程视频 你也就可以干别的事 你也就是一个很好的 3D的显示设备 因为那里面不一定非得是人 对吧 如果是物 它不就是三维的了吗 对吧 所以是一样的道理 就当然当然方式不同 一种是计算出来的 一种是采集出来的 我们说光场的特点是 你首先要有一个三维的东西 三维的场景 它采集出来的 另一种呢 是这个 我是没有这个三维的 我是通过计算 我是建模 我把它打建出来的 真实世界里有 还是真实世界里没有 但是有和没有 你看现在都有人在搞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目标是 我的显示一定是 是三维化的 而且理论上讲呢 当我的电脑里的显示 是三维化呢 我和VR AR里的显示是可以打通的 就是我VR里看到什么 我把它输出到电脑里就好了 未来这种打通一定会越来越频繁 所以这个是 这个未来发展的趋势 但是这些技术上 其实现在已经都 慢慢的在越来越多了 比如我们讲的 甚至包括用算力和算法来 实现3D的这个升级 我显示的时候 我去补充很多东西 细节 把它立体化 我把它那个实际上 我就建了模了 然后把它立体化的部分 给它凸显出来 这样的话呢 我就实际上实现了 对现有的二维东西 做3D的升级 显示升级改造 对吧 所以你会看到说 这个立体化三维化 就是一个 现在这个评显的一个重点 这个当然不光是指的 裸眼3D 是指的三维化 因为你背后 如果是建模算出来的 那其实和裸眼3D无关 对吧 那么 这个一方面是 这个三维化建模 另一方面就 还是我们讲那个东西 就是你其实需要的是 算力越来越重要 所以你会看到说呢 屏幕显示 未来 注意哈 未来越来越不是比清晰度 因为那东西都差不多 而是比计算能力 比对 尤其是三维东西的计算能力 三维东西的支持能力 顺制说呢 说的夸张一点 什么是三维的这个数据呢 那不就元宇宙吗 所以你就可以说 做元宇宙的支持能力 对吧 所以这个 我 我这之前 我记得这个 跟大家讲过哈 我们这个在这个 TCL四十周年 他这个做了一系列讲座 请我去讲 我给他讲说 TCL应该喊一个口号 叫Cloud Ready 对吧 当然这个 Cloud这个 这个不时髦 其实呢 如果你是能够 对三维的都充分支持 也就是你的算力足够 理论上讲 你应该喊什么呢 应该叫 Metaverse Ready 对吧 叫做元宇宙 准备好了 对吧 就是随时显示 元宇宙内容 那你想如果 如果说这个TCL变成中国的著名的元宇宙股 我觉得他的股票就涨的机会就大多了 如果这个不是元宇宙股呢 估计涨起来就弱一点 所以这个Metaverse Ready 对吧 这个为什么 甚至说你应该变成一个 我是Metaverse的窗口 就是这个Metaverse 你怎么接触到呢 通过TCL屏幕就能 这个通过这个窗口看到Metaverse 你就是界面 对吧 所以实际上呢 就我们讲这个界面层呢 注意哈 界面层呢 除了VRAR这种传统手段 当然这种手段不光是显示 还要配上互动 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呢 其实就是大屏幕 因为大屏幕 尤其是我们说它不分了 不分电脑屏电视屏了 就是个大屏幕 但是呢 注意这大屏幕呢 一方面呢 就是说 它需要这个我们讲的这种计算能力 它才能处理3D数据 三维数据 就是说白了 就是三维数据的处理能力 包括生成 包括显示 那背后呢 就需要有这个算力的支持 也就是说 我们讲说 原来我们讲过哈 你看车 这个未来就要买车的时候 就要问你有多少GPU啊 当然有人跟我较真说 这个多少个GPU 它不是多少个 它现在是一个SOC 是一个整合芯片 我说那你就把它换算成计算能力 对吧 一样的嘛 对吧 多少浮点计算能力嘛 对吧 简单的说呢 就是你的车是需要有这个 人工智能计算来计算能力 算力加持的 那屏幕现在看 也是需要算力加持了 对不对 那么 屏幕算力加持 那你看你又有这个3D的处理能力 当然后面用算力加持 使它能够实现 那你不就成了Metaverse的窗口吗 你如果是Metaverse窗口 你股票当然会涨了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当然这里面我们也强调一个重要概念 所有这些东西什么 其实都是IT主义 所以这公司呢 一定不能叫这个家电企业 你看现在答应说TCL什么企业 家电企业 这个麻烦了 电视企业就都麻烦了 为什么 这都是落后的代表 一定是什么 是IT企业 你看人家这个一个一个概念的更新 都是IT公司在不断的与世俱俱更新出来的 对吧 家电公司技术更新换单没那么快 而且跟不上时代 这个数字革命时代是IT企业领导 所以这个TCL摇身一遍 说我是IT企业 我不是家电企业 其实也差不多 因为大量的这个这个这个 所谓这程序员 这个大量的工程师 对吧 所以但是只不过你的说法问题 你定位问题 对吧 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么 所以呢这是我们讲的 就是这个 评显 也是这个界面很重要一部分 但是呢 大家就理解这个界面的核心 你不是把它想象成 我只是把电视贴的到处都是 对吧 而是什么呢 而是要让到处都能够 和这个元宇宙的那个世界 打通 和服务无所不在 这个要求打通 什么叫服务 服务无所不在的要求打通 就因为这些屏幕里面 如果你用这个屏幕来给我提供服务 我站在屏幕前面 你就能把服务提供给我 当然你的服务提供 需要人工智能 对吧 需要云 那你都要能做到 都行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要有互动能力 所以如果屏是互动的主要接口呢 这个互动能力呢 就需要什么呢 就一定要摄像头 对吧 就是因为你的摄像头 才能这个捕捉到我的特征 捕捉到我的数据 才能跟我形成一个闭环 形成一个反馈 就是说 你给我显示了什么 我的反馈是什么 对吧 你还能捕捉到 那才能形成闭环嘛 对吧 当然呢 我们说呢 随着这个激光雷达的普及 注意哈 随着激光雷达尤其是苹果推动的 激光雷达的普及 我们说苹果原来的前向激光雷达 比较短啊 就是到几十厘米 就是到看脸 后向激光雷达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比较远 能看到一米多 甚至将来更长 那么后向激光雷达都越做越小 现在已经做得很小 做到手机里了 对吧 那都做这么小的时候 就意味着什么 这个是一定的哈 未来两三年 慢点三五年 当然这个 如果这个家 就是这个 这个叫 电视机屏幕公司 还是执迷不悟的话 可能时间更长 那时间更长 他们自己就完蛋了 因为他会被电脑屏替代 电脑屏未来就会加上 不光注意 不光有二维的摄像头 还有三维的 这个 就是这个激光雷达 所以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以后 不光你的手机 有激光雷达 你的电脑屏 有激光雷达 你的电视屏 也有激光雷达 激光雷达干嘛使 就是更精准的捕捉 你的3D的 这个 数据 那3D的数据呢 就意味着说 我对你的手势 我对你的 这个 甚至表情 可以做更精准的判断 当然你说 用光学雷达 可不可以 用不叫光雷达 光学摄像头 行不行 当然行 是行的 不是不行 但是呢 这个 和激光雷达 比起来呢 它在精准的 这个 位置上面呢 它还是差一点 对吧 这肯定还是 这个激光雷达 更准一点 所以你看 对吧 这个 这个未来 它就是这样的 就这个 它这些界面 如果无所不在的时候 这些技术 这些界面 如果无所不在的时候 那你就发现说呢 你未来机会 就会大很多 当然别忘了 还有另一个 注意哈 我们的互动 别只看到 视觉 当然呢 理论上讲呢 这个 现在还有触觉 但是其实更重要 一个是什么 是听觉 这个听觉 那是什么 就是语音交互 对吧 这个我们讲说 你看这个 我们原来讲说 这个这个这个叫 智能家居 这么多年没推动 原因就因为 交互界面 根本就不理想 这个都是 所谓叫control panel 叫一个控制 控制面板 这控制面板 是最最糟糕的 这个就和电视机 那个控制键 到现在为止 这个电视机 那个控制键 都是一堆键 那都没用的 对吧 老百姓愿意 搞不清楚 那些干干嘛屎 所以呢 这个 这回呢 等于这个 这个 用声控 比如说像我们家 这个前两天 我就抱怨过这事 这个 美国这个亚马逊 云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 时间不长 出了几个小时的问题 然后造成什么呢 造成这个 这个 就是他那个 echo那个音箱 就是他那个互动系统 那个Alexa 不能登录 我是习惯了 什么都用Alexa 来遥控的 这个突然不能登录了 很难受 幸好很快就恢复了 对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声控是最方便的控制方式 说话就命令了多好 对吧 顺便说一句 就是这个 其实那个 现在有一个时髦词叫web3 对吧 那web3呢 当然我们都知道 指的是分布式网络 希望用这个区块链来构建的 但是实际上这之前还有一个概念 大家容易搞混 web3.0 web3.0和那不一样 是Tim Bernard Lee提出来的 它是叫语义网络 就是叫 semantic web 就是我把所有的语义都出去了 语义与之间就交互起来 将来这网络上不需要看这个文字 不需要看技术 就是语义交互就好 对吧 那所以你看到 如果语义交互再加个声音的这个 是识别的很容易 对吧 那其实这个整个互联网就声音化 对吧 那么 所以声音也是很重要的一类 而且这类呢 其实现在交互蛮成熟的 注意啊 就是我们这列了一些 这个听觉交互的这个成熟度水平 你看 这个尤其是 这个各种场景下 这语音注所使用比例 当然你看这个 开车就多一点 但实际上很多场所会越来越多 原因呢 很简单 就是像这个很多的这个客户服务 就是我们都叫客服 客服中心 就原来都是靠用人来做 所以也可以叫呼叫中心 就是一堆人 所以叫做席 动不动一个大的银行的这个客服中心 就有上千个作息 就上千个人 每天没事就这个 坐那值班 等别人打电话过来 对吧 那现在呢 都已经智能化了 就是说基本上这个 通过人工智能的改造呢 上千个作息会缩减到十几个作息 这个缩了一百倍 其他那九百多人都解散了 因为就 人工智能就干了 所以你会看到说 尤其是在某些特定领域里的 这个语音互动 其实是已经很满散 尤其我规范领域 我就是谈这事 我跟银行打电话 我就在谈银行的事 我们也在谈小说 这种时候呢 他的互动是 还是准确率相当高的 所以这已经成熟了 所以我们看到说 这个涉及到界面和互动的技术 都有这些 而且呢 这个基本成熟了 当然唯一的一个悬念 注意为什么我们 为什么反复在盯说 AR头显 AR眼镜特别关键 因为你看唯一一个悬念 就是AR眼镜什么时候推出 因为它很有用 但是呢 它这方面 现在还没有特别强的 特别成熟东西 其他其实都不错 对吧 那么 这个当然顺便说一句 长长看到咱们这有留言 说语音互动技术 中国哪家强 是不是科大训飞 这个最大的问题在哪 就是语音呢 这个科大训飞强的呢 是语音的识别 和语音的合成 这是它强 但这部分呢 实际上呢 不完全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语意的识别 这个和语意的生成 就是你语意如果识别 声音变成文字 文字要有意义才行 对吧 因为它要不然有很多奇异 人最厉害的就是说 其实很多文字是很像的 很多声音是很像的 但是概念不同 但是我们都能分出来 因为你想 一个同音字就有多少 对吧 但是我们人只要你系列的说出来 前后连贯的说出来 他语意都搞不混 所以语意这块很重要 那语意这块呢 这个第一呢 有很多问题还没克服 所以还没有做到 通用的语意识别 就是我不讲背景 不讲环境 我能通用识别 这很难 这个现在基本上 都是要有一个规定范围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银行 这个就好识别 那这个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其实大家差异不大 就是要突破都突破 没突破都没突破 所以这是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包括现在人工智能 虽然那么火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讲的叫做比较优势 叫相对竞争优势 就是说如果 这个你也是博士 我也是博士 这个你也牛我也牛 相对差异没有 那只好大家去分 分这些市场 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什么AI四小龙 纷纷都在上市了 但是其实他强的都是什么 都是他强的也好 他这个有市场也好 都是视觉识别 都是摄像头那点东西 所以他差异拉不开 对吧 那这个别的东西 你也没找到市场吗 对吧 所以要差异化很重要 如果说这个 虽然我是这个初中毕业 但我竞争对手都是小学毕业 那我依然是 这个这个一枝独秀 如果说我是博士 别人都博士吼 那我还是不灵 对吧 所以呢 这个这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说 不能纯去看一个企业的技术实力 而是要看 这个产业里 他的竞争对手 各自技术实力的 这个差异和壁垒 就是你有没有差异 你有没有壁垒 这个才有价值 如果都挺强 强 so what 对吧 强就强 别人也强 那就没什么用 对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开的 注意的 就是人工智能领域特别明显 因为特别热 所以这个看似好像是 这个一说自己都挺强的 但你看周围和他一样强的一大堆 对吧 尤其我们叫识别说 那壁垒在哪 对吧 包括你看我们之前就讲过说 人工智能一个 好像很强的一个 一个需要很强的技术 才能做的一个领域 就自动驾驶嘛 对吧 当然自动驾驶 这个汽车厂的是一种 那更多是独立的自动驾驶 研究自动驾驶的公司 对吧 但你会发现说 这个以前自动驾驶的 这个竞争优势在哪呢 因为算法差异并没那么明显 对吧 你说这个我就算得出来 你就算不出来 这至少没人敢这么说 对吧 算法差异没那么明显 那剩下就比的什么 那就是数据的优势 那我用过大数据训练 我训练量大 对吧 那这种时候呢 那这个 我比如说我为什么自动驾驶强 因为我这个在路测 我跑了一百万公里了 对吧 你路测你还没上路呢 那我比你强 但是我们说 这个呢 这个英伟达一来 这个优势被抹掉了 为什么我给你一个虚拟的路测环境 对吧 纯虚拟纯数字化的 我那里有上亿公里的路 你只要把你的系统 仿真的去里面跑就好了 那你可以很快就达到百万公里 对吧 那就意味着以前你的优势 这个这个以前的自动驾驶公司的优势就不存在了 那么整体呢 自动驾驶的这个 可能各家公司都挺优秀的 但是呢 它的差异不大 这就麻烦了 对吧 那而且呢 我们说自动驾驶本身呢 也不是一个 我们讲这个技术推动产业一定要区分 技术到产业的推动有三种 一种叫这个产业颠覆 技术直接把产业格局改了 一种叫这个产业新增 技术开拓出一块新东西来 还有一种其实更常见 叫做产业增强 其实呢 产业格局没改啊 技术确实有进步 但是产业格局没改 尤其是在这种情况呢 有这么多家公司也能提供这样的技术 那更是 大家都只好去给这个头部企业去效力 而且没有这个marketing power 没有任何的套价还价空间 因为那么多家都能做 那最后是谁得利呢 是头部企业得利 就还是原来传统既得利益者得利 对吧 那么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自动驾驶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就是大家没有差异化 头部企业得利 所以你再牛没有用 对吧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分析 当然正好这个我们 这个Tina会告诉大家 什么时候推出来 我们正好做了一系列小课 就特别直接告诉大家 怎么做这个系统的分析 科技企业的 当然我们明年还会 不断的在咱们这个特训里 来强化这种 我们要来实战 就告诉大家 我们一起来总的一套实践方法 你就能把这个一步步操作 能够对企业做出 更加这个科学精准的这个判断 尤其是预测出来 对吧 那么 其实主要的特点呢 就是科技企业 不能只看企业 你要看产业 你要先看你这个手里掌握的科技 对这产业的冲击到底是什么 你要从产业角去看 不只是企业角去看 对吧 那么好 这个我们讲了一堆的这个技术 就是显示互动产业的技术进展 这些技术进展呢 其实坦白讲呢 这一到这一步呢 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呢 你发现说 这个 这个技术已经 超前于应用了 很多时候技术出来以后呢 就是一开始呢 可能我有应用需求 但技术不能满足 但是实际上随着一个技术大潮到来呢 很多周边的技术也慢慢慢慢完善起来 技术开始超前于应用 那剩下的问题在哪 就应用在 对吧 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应用的空间 那么说呢 这个应用在哪呢 一个啊 就是叫叫叫VR啊 最最最明显的 VR要去构建全数字环境嘛 那基于VR的这个 不管是协作也好 互动也好 都是比较成熟的了 这个我们举的像 当然这个VR和AR 其实是一回事啊 就是说 这个这个这个 你你你 那个数字系统要构建出来 你如果把它做在纯细细环境里 就叫VR了 如果你非要和现实结合一把 就叫AR 那个问题不打 因为你要纯数字系统构建和 加个定位就好了 所以你看这个 他微软的AR眼镜是是是AR的 但是实际上也有有有VR的系统 那他都能做到这个远程的 这个协同处理 而且呢 我们讲说 这就是为什么元宇宙厉害 所以元宇宙的核心是什么 是生成大量的3D的数字 数据啊 3D数据 为什么对人类这个知识的积累 特别有利 就是刚才讲这个 他可以远程协作 远程分享 远程修改 远程优化 对吧 因为尤其中远程优化 能干点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说这个TED 就是那个著名的那个网站 美国著名的网站 一个演讲 20分钟 大量的演讲 很多演讲非常棒 TED网站的负责人叫Chris Anderson Chris Anderson有一个理念 非常非常重要 叫做群体加速的创新 就是创新 什么时候能够加速呢 就是对创新感兴趣的人 他们可以互相的配合 互相的协作 互相的激发 因为共同的兴趣 然后呢 可以参照别人 学习别人 他就可以进步的更快 那他举的例子呢 尤其是通过互联网来实现的 就是原来呢 说这个比如说这个街舞 原来各连各的 这个水平 有些地方水平好 但是你学不着 你也不知道是哪来的水平好 因为他是和位置相关的 和地理相关 就我们一开始讲 和地理相关的 但是有了互联网以后 逐渐的 尤其现在有了3D的这个场景以后 逐渐的虚拟环境都打通了以后呢 就把地域这个差异消失了 因为他们以前用的主要视频 就我如果有一段好的街舞 我就把它录成视频上传到YouTube 所以这个美国各个城市的街舞 都上传到YouTube 然后都能够看到别人的上传 然后去向人家学习 所以呢 美国的街舞水平迅速就上去了 就能做出很多匪夷所思的动作 以前都觉得人不可能做这种动作 那现在很多人都能做到 就是他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了 对吧 这个和我们讲的这个科技产品的这个性能优化是一样的 人本身的性能也需要优化 我们有很多潜力不知道 现在可以发现说 人的人体也有潜力 好多以前做不到的事 现在可以做到 为什么互相激励的 对吧 所以这个群体加速创新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尤其到了 我们说数字革命呢 取消了这个地域 地域 地域差语 就取消了地域维度 增加了一个兴趣维度 对吧 用兴趣维度 这个代替了地域维度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全球有共同兴趣的人 可以一起来做一些事了 当然呢 二维的已经可以做了 当然更好是三维的 就是如果你戴的是 三维的虚拟现实眼镜 当然你自己动作跟踪也要漂亮 你在一个虚拟场景里 就直接身临其境的跟别人来一起跳舞了 而且你可以用三维的角度去看别人跳舞 当然比二维要好很多 那这种时候呢 互相学习接舞的这个效率会更高 所以就是三维的数据在储存知识上 和在分享知识上 和在基于知识的协作 也就是知识的再利用再加工上面 都要远远好于二维的数据 所以这是它的这个意义所在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 这是一种 那另一种呢 就是这个户外 注意户外呢 已经开始兴起了 叫裸眼三地大屏 这个已经有很多很多地方的演示了 这以后会非常普遍啊 甚至会变成标配啊 到处的这个以后的大屏都是 可以这个支持裸眼三地的了 对吧 那当然不光是大屏 小屏也是一样 对吧 小屏现在也是要强调各种三地 当然我们也讲过啊 三地效果几种啊 一种是这种裸眼三地 是视觉的东西 另一种其实是用计算的方式来 给你算出来的东西啊 都会有 那么当然还有呢 就是这个另一种哈 是所谓叫这个 我们说当你屏幕有更强的 这个计算能力的时候呢 这个很多的 这个以前的后期之特效 就变成了这个前期制作啊 就是我直接给你显示 给你制作出来了 尤其是unreal engine 对吧 我给你算出来了 这个背景就不是这个 先动于绿幕给你贴上 而是就直接显示背景 算出来的背景 就和你放在一起了 就是一个屏幕 就给你当成一个 就你的绿幕就用一个屏幕替代掉了 对吧 这个布景就给你替代掉了 那么你看这个 现在有这个虚拟制片的龙头公司 就这个以后会越来越普遍 以后这个绿幕被替代 首先绿幕要被广泛运用 然后绿幕再被替代 这都是逐渐会发生的事情 那现在这些方案呢 尤其这种 这个影视级的方案 就越来越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这个我们这周六 就会把这个前二大会内容放上网 那前二大会内容里面 我们也用了很多的虚拟的这个制作 那以前都是这个影视级 给我们提供这个支持的企业 都是以前都是为这个电视台服务的 春晚用的这些内容 那现在都是我们 这个用在用在这种 这种这种 我们的这个 培训直播这样的内容里 都可以用上了 所以这也是这个 互动的这个内容的进展 那未来可能甚至做到实时 甚至做到更多的个性化的这个互动 实时生成的个性化内容 对吧 那就一定是是是是是往那方向去的 那么 这中间的今天主要呢 最后呢要讲呢 其实最大的一个需求在哪 注意啊 这最大的需求在哪 就是我们讲 它整个是个界面 讲的高达上是 又是服务规模化的 这个这个interface中间层 又是这个 所谓元宇宙的中间层 对吧 因为你要背后显示那么多的三维数据 你要显示出来 而且要我要不断的提供 这个数据给你 然后跟你形成互动 但是实际上呢 你也要落地 我们就讲说 讲应用嘛 应用一定要落地 应用落地的核心是什么 应用的落地的核心呢 这个最大的一个机会在哪呢 我们讲就是叫这个 服务规模化 服务规模化 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我总要给你提供服务 那提供服务最常见的形态是什么 叫客户服务 叫customer service 就是你是客户 我需要给你提供服务 对吧 我或者是这个 你有什么需要咨询我的 或者是我要给你 这个提供某些这个支持啊 都是叫客户服务 那客户服务呢 这个我们讲了 就是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 就语音来做的很多 就已经被替代了 就是已经是智能客服了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注意哈 他还是不够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是愿意跟人互动 我还是愿意这个看到一个有表情的人 对吧 他不光在说话出声 他还配合着表情 配合着动作 配合着手势 我才更容易理解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是视觉动物 对吧 那么 这个怎么办 这个怎么办 那当然呢 就是我们说就用现在最热的一个东西来做 叫做metahuman 叫做虚拟人 这是为什么我们讲 这之前我们就一直在夸这个 就是这个pranomystery 就是这个第六感的发明人 这个在MIT这个媒体实验室 刚才说尼古罗庞蒂建立那媒体实验室的博士 博士毕业了以后呢 就去了三星 当全球科技前沿的这个跟踪的那么个人 然后同时他也会这个做些研发 研发呢 这个他这个他自己就跳到这个领域里面了 就是这个公司叫做Near 你要就是做全身和人等高的这种虚拟人的 高清晰度的全身虚拟人的 那干嘛是呢 那肯定是为了做服务似的 对吧 那想想就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你去银行 你去办事 那这个理论上讲呢 你需要有真人接待 但实际上呢 我们都知道说 如果说这个大多数情况之下 其实是不需要真人 就是一些例行公事 对吧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就能处理 那这种时候你没必要放个真人在那儿 但是如果你是人工智能 你没有真人呢 别人觉得不舒服 尤其你到现场了 那现场的克服的时候 那最好呢 就是大不了让人觉得只是隔离玻璃 我在这个玻璃那边 其实是用个虚拟人显示的 对吧 这个我看这个 我们有同学留言 说比机器人容易实现 是的 是比机器人容易实现 但是呢 机器人有机器人的用途 因为机器人的更真实 对吧 因为你在一个玻璃里 你毕竟隔着玻璃呢 我机器人可以出来 我可以离开这个玻璃 对吧 当然理论上讲 我们说之前也讲过 显示互动产业 尤其环境智能 智能无所不在手 屏幕屏幕之间 一定是会连通的 就是我 从这个屏幕这 往下一屏幕走 再往下一屏幕走 那内容可以跟着你走 对吧 所以会显示你在屏幕 有点像哈利波特 大家记得 哈利波特有个场景 对吧 我人在不同的画框之间走 那画框里的人 可以跟着我走 对吧 像那画框 就是一个一个显示器 对吧 就比如举例来讲 我想要 比如说我经常去一个 这个这个 跟朋友约着吃饭 约到了商场里 比如说 这个 这个这个 现在叫SKP 原来叫星光天地 就是那个 我们原来 我们的办公室在华茂 那这个 在华茂约人吃饭 在SKP的几层 在什么位置 约了一个 这个餐厅 因为餐厅都在 这个购物综合体里面 对吧 但是我找不着 我还得到处去看 哪有这个 服务中心 信息中心 我去问这个 这个信息中心的人 帮我指个路 对吧 那以后就不用了 你这个SKP 各地墙上都挂着 这个显示屏 而且都是能提供 智能服务 你走到那只 显示屏之前 你说 这个请你告我一下 这个去某某餐厅 怎么走 那人就给你 那里虚拟人 就跟你说 怎么走 告你指下路 指完了路以后呢 这个甚至你往前走 那下一个屏幕 你说 你这路是对的 继续往前走就好了 一个个屏幕连着 把你指到那个 餐饮那不就好了吗 对吧 就是所以 所以理论上讲呢 这也可以 但是呢 毕竟有缺憾 就是他屏幕和屏幕之间 你不是所有地方 都是屏幕 将来所有墙上 都是屏幕就好说了 对吧 如果不是 所有地方都有屏幕的地方 那你怎么办 对吧 那我真实人就可以有 所以呢 就是虚拟人的好处呢 就是他更灵活 但真实人的好处 他就是更真实嘛 就是真实机器人好处 但这两点一定要结合 我们最近就在 就在干这事 就是MetaHuman 兴起来之后呢 这个 我其实第一时间 就在这个 现在在跟企业在掐谈 就是给我们 不是给人做MetaHuman 就给 因为现在给人 做虚拟人是个潮流 就是现在 有一个企业就在 给这个明星们 做虚拟人 但是呢 我关心的是 我们给这个Sofia 就给我们那个机器人 做虚拟人 为什么呢 因为 就说白了Sofia 干的事 就是虚拟客服 只不过 他叫智能客服 不叫虚拟 他是真实的 但是他不是人 他是机器人 就机器人客服 因为智能客服 智能客服 一定是客服的未来 客服这个产业巨大 对吧 因为任何企业 你要跟客户有互动 你都用这个 客服来完成 对吧 那现在都靠人 做互动 这个界面是不好的 这个交互是不好的 那未来呢 应该是智能客服 就是人工智能系统 但人工智能系统的表现 就是他后台是人工智能系统 你前台表现 或者是一块屏幕里面一个虚拟人形象 或者呢 就是一个机器人 就我们说的实体机器人 两个都行 那我认为这两个甚至未来要打通 就是说你也有实体机器人 你这个 比如说我在这个肯德基 门口是实体机器人欢迎你 进去以后就是墙上的虚拟机器人欢迎你 而且是同一个人 你感觉就是只不过他在外面是待着呢 在进去 或者就退到这个 这个窗户以后面了 对吧 就是确实就我们这个留言说的 一个人虚拟人可以有无数的分身 甚至好玩的地方在哪 就我最近也是因为和一些企业在交流 这个元宇宙和虚拟人这些看法 这个Metal Human这些看法 甚至呢 他未来都不一定是人 对吧 这个比如说这个 跟我们合作 帮我们做这个虚拟演播的 这个帮我们做这个 就是千少大会的这个企业 他们就做了很长时间的虚拟人 他就帮这个陕西的博物馆 把一个实际上是过去复活的古人的形象 做成了一个虚拟人 对吧 那我理解说 其实都不一定是人的形象 比如说我们家狗狗 这个我特别这个喜欢我们家狗狗 但是呢 我们家狗狗 他这个不能说话呀 对吧 那理论上讲 我这个如果能有一个智能的去分析狗的行为 和狗的意图的一个分析工具 一个视觉摄像头加一个后台的人工智能分析系统 然后呢 我再把他的这个说话给他翻译出来就好了 所以意味着说 我如果透过一个屏幕看我们家狗狗 这个 他就可以说话 他就告诉我 我饿了 还是我渴了 还是我想玩了 等等等等 对吧 这个 你多好呀 所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说 他不一定是所谓叫metahuman 不一定是虚拟人 可以是虚拟物 这个可以是虚拟动物 可以是虚拟植物 但是他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人性化 拟人化了 对吧 那我觉得拟人化不更好吗 因为这样的交互一定更顺畅 因为当然我们人最习惯的是和人的交互了 对吧 如果你这个交互比较拟人化 当然就更好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一个 其实是个巨大的市场 当然 你会看到说 我们这之前 为什么投这个 Hansen Robotics 为什么布局Sofia 也是因为看到了 未来的客服 必然是智能客服 只不过呢 智能客服呢 就一定是两个界面 一个界面是通过屏幕 通过虚拟人 另一个界面 一定是实体人 当然打通是最好的 对吧 未来的打通是最好的 对吧 当然我看这也是有 这个咱们同学留言 挺好的 虚拟人能认出你 是的 这是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说 这个我们人 其实你每 你训练一个服务员 去认出我来 这不容易 而且这个又是地域限制 我这个地方的服务员 没法认出 我上海的服务员 没法认出北京的你 对吧 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客服系统 也就是说 数字化的最大的好处 大家注意到没有 数字化 我们反复想想 数字化最大的好处 是人类的知识的积累 会极大的丰富了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以前我这个上海的这个客服 我只能见到上海的人 那就而且这个记忆 这个知识存在 存在这个人的大脑里 他没法跟人共享 现在我上海的机器人 见到了你上海的客户 比如都是肯德基 对吧 上海的肯德基 那个机器人 迎宾机器人 不管是实体的 还是虚拟的 我见到了上海客户 我跟他寒暄过 我对他这个面部的这个数据 都采集下来了 我有他相关的资料 都配套都匹配了 对吧 那这些采集的东西呢 全部是数字化的 也就意味着 可以在系统里面共享 然后呢 就可以把它和北京共享 等到北京 你出差到北京 你又进去 这个肯德基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第一 迎宾机器人 长的是和上海一样的 好像这个人 就是从上海过来似的 你就会觉得宾至如归 你看上海这个朋友 在北京也长这样 对吧 第二一个呢 这个 那个人跟你欢迎你说 这个王育权你好 你看你昨天在上海 今天来北京了 又到我们这来了 欢迎欢迎 对吧 那这个很重要 那当然咱们有人 这个留言 说两个人长得像 会不会尴尬 你肯定和客户 不要长得像 但是你的服务机器人 最好长的是一样的 这样 我在北京 在上海 在哪都是 就是他 对吧 而且我们讲过说 人其实最擅长的是什么 是识别人脸 人不擅长识别logo 我原来给这个电讯运营商 这个做了好多年的咨询 但是我今天 你要让我立刻画出来 什么是中国移动 什么是中国电信 什么是中国联通 对不起 画不出来 记不住 对吧 但是呢 因为他就那个logo 你记不住 这字会写 但是logo记不住 所以你说他们还分得 据说这个中国电讯还花了大钱 上千万 请人设计的logo 我那钱准备 打水漂 白瞎了 为什么 记得记不住 你设计完了有啥用啊 对吧 你客户记不住 你有啥可设计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有人 给中国电信设计了一张脸 这张脸呢 不是真人的 是设计出来的 但这张脸是中国电信独有的 不属于别人 那么别人一看这张脸 就容易想起中国电信 这事早就有了 对吧 大家记不记得 当年这个中国移动 这个请周杰伦 做动感地带代言 所以大家一起看周杰伦 这张脸就想起动感地带来了 对吧 但是问题是呢 周杰伦他是真人 他的脸属于自己 你要这个用他的脸 你要因为肖然权而付费 而且呢 他越有出名 你付费越贵 对吧 但是如果说是人脸 就没关系 如果是你 你做的一张脸 就没关系 我们都知道 这个MetaHuman 捏脸越来越普及 而都跟你说 这捏脸一定捏着捏着 就发现 他不一定非得长成真人 就是说 他跟真人长得不像 大家注意到没有 我前两天 陪我家里人看电视 我注意到这点 就是有一个 那个电影 叫阿丽雅好像是 对吧 就是讲一个女孩的 他实际上是个机器人 这个 然后你发现 他那张脸 注意他就边上 就别的都是真人眼的 但是他那张脸呢 就明显就不是真人 为什么呢 特卡通 就那眼睛明显 比普通人大好几倍 对吧 但是呢 对阿丽塔 对对对 非常感谢 就是他就很暴力 拿个刀 特别能打 对 他的眼睛普通人大 但是Winita不觉得突兀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这个 所谓二次元看惯了 就动漫的眼睛大 看惯了 当然这个如果说 为什么大了 你还喜欢看 就是原因很简单 就是刺激可以被增强到一定地步 战斗天使似的 因为他眼睛越大 你的受到的刺激越大 刺激到一定地步 如果再大就是真了 到这个极限的时候 就不能再大了 对吧 但是我们一般人长不到极限 但是我可以把它划到极限 所以你看 那个二次元漫画 包括这个 这个动漫 包括游戏里 那个人脸 就和阿丽塔 特别像 基本上都那样 对吧 所以你看到说未来 有很多很多 真实世界里不可能存在的脸 会存在在虚拟世界里 然后会担起客服的任务 因为他们确实让客户觉得特别好 当然为什么比真实的要夸大一点 要更好呢 这个我们 早天在跟大家讲 原来讲这个心理学人讲过 就是所谓这个艺术怎么诞生的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我们以后再长时间跟大家讲 但是呢 未来一定是这样 就是你会突破 因为我们人的脸呢 它有一个生理局限 这些东西会突破生理局限 当然甚至有很多 就可以用动物 比如说 有个鞋的品牌 叫Hush Puppy 就是一个狗 但是狗 它没法跟你互动 没法跟你说话 那未来可能就是个狗当客服跟你说话 你还会觉得很自然 对吧 这都是一定是会发生的 所以你会看到说 你掌握这个趋势 你就自然知道 它会怎么发生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 也就意味着说呢 我做虚拟客服系统 而且呢 我整合进去语音语意互动 然后呢 我整合进去客服需要的元素 就是记住对方的人脸啊 然后呢 这个 把对方的资料能够储存下来 每次互动都能够做记录啊 然后呢 能够整合进客户的数据库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会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因为各家公司的客服都会用 对吧 不光是银行啊 这个保险 这个运营商 对吧 这个麦当劳肯德基 只要是客服都需要 对吧 甚至说 都不光是大屏啊 还有小屏 你看现在很多的餐厅餐饮 都已经每个桌有一小屏了 对吧 那你每个桌有一小屏 那小屏 如果加上一个摄像头 然后那个小屏 还能认出你的脸来 这桌跟你在个性化互动 那不更好吗 对吧 因为服务的色眼 不光规模 还要个性化 对吧 我大屏要服务所有人 服务整个店里的人 我小屏就服务你这桌的人 那不就充分个性化了 对吧 所以就是说 其实呢 这个界面这部分 我觉得其实 我们今天看到的呢 是娱乐界面 是一个小的部分 就是我们说VR 但是呢 实际上更大的部分呢 在这个AR 当然还有呢 就是用这个屏幕 来支持 做这个互动 但是呢 屏幕的核心 注意哈 不是屏幕 不是显示器 所以呢 你只是说 我显示技术很强 我是提供显示器的 注意 那个呢 未来不会有多么 多么理想 所以很多人老问 我说TCL和京东方的区别 区别就是TCL 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 京东方就是个显示器 显示器未来 不是竞争的关键 未来竞争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这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所以呢 这个TCL有机会说 我是元宇宙的这个门户 我是元宇宙的interface界面 但是京东方永远说不了 我是元宇宙的界面 当然呢 TCL自己不说 那是他自己事了 对不对 这个我管不着 对吧 所以呢 这个虚拟客服 虚拟的互动界面 是一个最大的机会 这里面呢 就不光是一个显示 就还有3D的内容生成 对吧 3D的这个建模 包括说3D虚拟人 和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智能互动 都要嵌套进去 成解决方案才行 对吧 那 当然呢 这里面有很多公司 我们也一直在强调 就是像三星的Nia 对吧 当然不光三星的Nia 就是 也有一些 这个有高精 有一些是清晰度比较低的 精度比较低的公司 也在做 三星 它的优势在于 它精度很高 这个 那当然呢 这个另一个精度很高的呢 就是这个 EPIGAMES EPIGAMES做的这个 这个MetaHuman 对吧 这个 这个直接做一个 就是三星是做了 一个一个的虚拟人 这个EPIGAMES 把虚拟人制作工具 交给大家了 但是这虚拟人制作工具 还是有局限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 因为你的 你的骨骼是不一样的 你的脸型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个当然亚洲人 欧洲人它有区别 它现在给你提供的 都只是这个 这个这个 欧洲人的版本 还没有提供亚洲人的版本 什么有亚洲人版本呢 大家在这个 MetaHuman这上面捏脸 捏出亚洲人脸 可能就 就就更容易点 当然 这个 现在可能就 不行 我自己试过了 这个基本上捏完了 怎么样都还不是 特别像亚洲人的 就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慢慢优化的空间 但是呢 其实这个是 我们讲就一定发生的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 巨大的需求 就是未来 这个我们讲互动 就是这样的 一方面的是人人互动 人人互动 就是你用VR 开远程会议 或者是AR做 协作 远程协作 这个 但是很重要呢 那是人机互动 人机互动呢 或者 我们原来理解呢 就是这机呢 把它理解是非智能的 所以它就是 这个比如说智能家居 我去开关一下 这个电视啊 什么开个灯啊 那个人机互动呢 其实是相对小的部分 而智能部分的互动 其实最大 就是说是机 其实它是一个服务体系 那服务体系会把这个机 通过人工智能 显示的越向人越好 啊 所以这样呢 这个它才能跟你实现互动 才能跟你实现完美的服务交付 对吧 所以这个服务交付 一定是用这个人工智能 加虚拟人来提供的 那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啊 所以我们说服务规模化时代 啊 这个 我还还有 有有 咱们有同学留言说 还有公司 也有捏脸 是 就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是趋势 已经很明显 我们之前在喊 2022年 这个这个 Metal Human一定聚热 因为大量的虚拟形象会出现 就现在已经看着 很明显的上升曲线了 还会往上走 还会爆发 对吧 所以这是一定的了 那在这个大量的虚拟人出现的时候呢 就是两种策略 一种是我自己做虚拟人 另一种就是我提供捏脸啊 就是所以 确实是不光是他们 连这个 科大讯飞都有捏脸 都给你提供 只不过精度不行 对吧 所以 所以就是说这个 高精度啊 这个 然后呢 这个开放使用的 未来2022年是一定的啊 所以 我们这些都是这个 可以看到的 因为那个市场需求在那 这是巨大的需求 对吧 那意味着什么 对吧 因为我们强调说到应用层面 就一定跟大家都相关了 意味着当然一个 你会发现你身边越来越多这样的 虚拟互动的这个能力出现了啊 就不光只是一个单向的虚拟人 给你这个虚拟主播啊 讲个故事啊 未来一对一的虚拟互动也会慢慢出现 那另外一个意味着什么 那另外一个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说如果你这个行业需要大量的服务 你就开始要设计了啊 所以我们明年一定会讲这个服务规模化时代的这个业务设计 业务设计什么 你后台就一定要智能化 然后呢 同时你要收集客户数据啊 这样对客户形成个性化的了解 通过智能化的分析 给他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前台呢 这个个性化解决方案呢 一定是需要用这些啊 这个好的interface 好的界面啊 去传递给客户的 注意这种界面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呢 以前产品规模化时代的界面呢 是一次性的 卖完就走了 现在服务规模化时代的这个界面呢 是要有持续性的 持续性不指的是一个屏幕持续啊 你可以今天显示在这个电视屏上 明天显示在电脑屏上 屏幕不用持续 里面提供界面 提供的这个互动的内容和互动提供的这个 agent这个载体 就是说那个虚拟人是需要连续的 而那个虚拟人跟你发生的互动不止一次 还可以持续互动 慢慢是你会跟他建立友谊 对吧 所以他是这样来持续开的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 也就意味着你可以开始思考 你这个行业领域 是不是可以引入这整套系统了 后台引入人工智能 前台引入这个虚拟人互动 对吧 然后呢 把你的业务能够更好的覆盖到所有人 广泛覆盖 因为科技的核心 我们一直反不强调 而是广泛覆盖 是低成本的 广泛覆盖 只不过呢 是要从产品规模化 就是把服务固化到产品里 不能做到个性化 进化到优质服务 我把实际上是 把这个 产品固化到服务里 这个优质服务提供 而且是个性化的 又是广覆盖的 这是这时代能够做到的事情 以前做不到 现在这些技术能力能做到 那我们每个人就要 使用好这些技术 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给你讲的技术都是坦克 到最后呢 能不能胜出呢 是看你是不是能打出产天战来 不是要你造坦克 是要你用好坦克 所以这是我们 这个今天内容 简单总结呢 就是说 这个 在这个整个的 这个智能化浪潮 因为我们讲 其实是数字革命的展开期 数字革命的尾 最后一步的展开期 也就可以充分利用了 那智能服务将无所不在 那这时候呢 需要一个特别强大的互动界面 当然不光智能服务 而且也有这个 元宇宙的概念 所以需要一个强大的互动界面 显示互动界面 也会无所不在 那这个互动界面的技术和平台 都准备就绪了 现在关键就是新的应用 那至少我们第一轮看见的一个 讲应用都讲过 他以前的也是这个规律 对吧 就告诉你说 有一个低锤的应用 别的就可以引入了 因为这个应用做大 他行业配套就比较健全 其他应用就容易引入 因为就同样的配套就好了 对吧 那第一个应用呢 就是 其实应该不是虚拟人 他这写错了 应该第一个大的应用呢 就是这个叫这个虚拟客服 虚拟客服 我用虚拟形象 加上智能语音语异 我就可以做虚拟客服 那个市场是巨大的 那么这个一打开 后面就会持续到来 所以就是说 我们说呢 这个明年 基本上呢 这个元宇宙还是一个 MetaHuman 还是概念热 但是呢 可能需要两三年三四年 这个智能客服兴起 这个使得元宇宙 就不是概念热了 就可以赚钱了 对吧 但是有几年的时间 那这个 当然呢 对创业来说 这几年已经可以开始准备了 尤其现在这个技术都已经ready了 所以我们这个呢 讲的稍微有点超前 就是说 从公司来讲呢 其实能够对接的还不多 因为它要有一段研发期 但是呢 从这个创业来讲呢 就已经可以开始着手了 但是到三五年之后 肯定会有优秀的 所以叫虚拟客服企业 可以脱颖而出 那这些企业呢 是有巨大的盈利空间的 因为虚拟客服的需求 是实在在的 而且是一个体量巨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 就这个 为什么显示互动产业重要 因为它其实是个界面 它就不能理解错了 别是显示互动 它是个界面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本周的内容 最后有点时间 这个好久没答疑了 这个 加点加个直播互动内容 这个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是讲通膨的 是在全球高通膨的背景下 美国缩减购债 明年加息在即 对科技投资 例如Roblox 英伟达有什么影响 美国加息对比特币有什么大影响 长期逻辑是否改变 第一个呢 就是说多长 这个十年二十年 如果你要长到十年二十年的话呢 就没改变 对比特币也没改变 所以就继续持有就好了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容易被经济学家忽悠 很多都原理不是这样 其实呢 这个加息没那么重要 什么重要呢 货币增发重要啊 因为这水大水少 不是指的利息多少 是指的货币多少 对吧 那么 货币增发呢 现在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啊 我这个前两天 最近不是拜登还在 一个一门心思要推动一个 这个1.7万亿的一个法案吗 1.7万亿 这支钱已经撒了几万亿进去了 又在撒1.7万亿的货币增发 他这个水 转时间这是退不出来的 就意味着 他这水是持续高涨的 那加不加息 对这个影响不大啊 这个所以这是第一个 主要不要看加息 看这个资本货币增发 第二一个呢 就是说 为什么有这些误解呢 这个我正好最两天 在在在读本 读这本书 叫这个达里奥的 这个我我我读完了 有时间我这个 跟大家做做汇报 蛮有意思的啊 他叫这个 的Changing World Order 叫叫也叫Principal 这个Principal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这个 那这个呢 他讲呢 就是他那个Principal 原则那本书 可能很多都看过 那这个通用原则 但是呢 他这个用他的原则呢 也就是说 其实有点像第一性原理 我把这背后的规律找到 只不过未必叫第一性 核心规律找到 然后用这个规律 来看这个 这个经济起伏 那他其实就 他他他他举的实际例子啊 就是他这个 赶上过这之前的一次 这个经济危机 当时呢 这个实际上是70年代的时候 美国是这个 呃 叫 就是 呃 这个 呃 解除了 呃 这个 美元和 这个黄金的绑定 这之前 美元黄金是绑定的 那就是你拿着美元 能换多少黄金 他这 这是这个固定的 恒定不变 后来呢 就解除了 解除以后 他没有任何的锚定 这个背后的 这个锚定的 这个这个财富了 那就意味着你货币 可以随便增发 你可以随便印钞票了 说白了 对吧 那这个按这个 这个 达利奥的说法 就是说按他的理解 经济学的理解 你这东西不值钱了 那不是股价要跌吗 对吧 但实际上呢 这不是你这个货币值不值钱的问题 而是呢 你货币就一定会增发 货币增发呢 股市就一定会涨 所以达利奥说 令他很意外 他本来觉得说 股市波动 确实波动了 但是他以为向下波动 其实向上波动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货币增发 这个资本就涨 原因很简单 就是 就是个供需关系 对吧 你这货币多了 那这个东西就值钱了 对吧 就是货币就不值钱了 所以呢 现在也是一样 现在是什么 货币增发期 对吧 那东西不值钱 东西就值钱了 货币不值钱了 什么东西值钱了 就是 这个 股票值钱了 所以为什么叫这个 这个趋势投资 他整个都是 也就是我们说大水漫灌 对吧 所以这个没有变 注意大家不要 不要被某些经济学家的 根本不透彻的分析 就就把你忽悠了 这达利奥的说法 就是他这个 他他他他 他这里面说了很多好玩 都有时间的 跟大家详细聊 就是 这个很多按理说 搞经济的人 搞了一两百年的 早应该搞清楚的东西 达利奥在根据数据 才搞清楚 而且达利奥说 为什么我能搞清楚 跟咱们一样 因为他是实战 因为他说 我用这些东西 我要去做判断 做什么判断 做投资决策判断 你看这些经济学家 为什么害事 为什么为什么误人子弟 因为他没有实战嘛 你你你你讲了一堆理论 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 有很多好经济学家 特别牛的 注重实践经济学家 行为经济学这些 就特别好 但是有些是纯理论 这个这个 什么宏观的经济学 对吧 这个货币经济学 那纯理论 到最后你会发现说 现在这个 即使货币经济学 现在还有一套理论 也没有人能够驳倒 当然他不是主流 那是不是主流 和他对错无关 就是所谓叫这个 现在货币理论 叫modern money theory 对吧 现在货币理论 意思就是说 政府是可以增发的 无所谓 那我的理解 其实说货币也可以增发 而且一定的通货膨胀 只要不是 只要不是恶性通货膨胀 注意哈 我们一说通货膨胀 就会联系到恶性通货膨胀 其实这两者区别很大 这个不是恶性通货膨胀 哪怕通货膨胀的比率很高 也未必有问题 注意甚至说 我认为通货膨胀 其实对这个经济发展 是有一个很有利的地方 在哪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通货膨胀 它会造成什么问题 通货膨胀 这个造成这个货币贬值 对吧 那么这个货币贬值 同时货币就要增发的量大 货币增发量大呢 就会带来另一个问题 就是货币的利率低了 对吧 就是这个 你看现在就是这样 零利率 对吧 零利率意味着什么 零利率意味着 富人用来超越穷人的 这个这个快速增加自己 资产价值的手段失效 什么意思 你看你一去读21世纪资本论 就知道了 但我们说21世纪资本论 不全对的原因 在于科技始终在冲击 这个经济市场 就新科技始终能够 拿到更大的份额 拿到更大利益 但是呢 科技进入这个市场 它是一个缓慢的 一个渗透过程 它有一个周期 而在科技渗透不到的 那个领域里面 当然谁是最赚钱的 就是资本方 因为资本方是吃利息的 对吧 我你我什么都不干 我就拿利息 但是问题是说 您都零利率了 您资本的这个功能就被削减了 就是说意味着什么 通膨对对穷人听起来是不利 穷人买东西贵了 对不对 但是对富人更不利 因为富人赚钱的手段没了 对吧 因为穷人 就说白了 穷人怎么都要过日子 都攒不起钱来 对吧 我买东西贵不贵 我都要活 我也都攒不起钱 但是富人赚钱没机会了 对吧 注意 所以你会看到说 我就简单说一下 就是我们听到的很多货币相关的理论 包括美联储举的那理论 什么经济一增长了 就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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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息经济一延迟了 就要减降息 没有证据证明这东西有效 注意啊 没有证据证明这种加息降息 对经济的促进 促进刺激作用是有效的 注意啊 所以呢 也就意味着 以前那些所有宏观的东西 因为他没法实证啊 很多时候即使鬼扯 你也就认了啊 只是一些实证的 像达里奥这些人 就得出完全不同的看法 那未来一定会有来实证 所以我很高兴 美国在做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也在证明 他以前加息降息是没有用的 注意这个实验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不守规则的特朗普就开始了 因为如果你真守规则 你还不敢做这实验 因为大家都约定俗成了 美联储说了就是 对吧 这经济好的时候就要加息 经济不好就要降息 这是铁律 对不对 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有效 其实没有证据证明 对吧 那所以特朗普就在经济好的时候 就要求不允许加息 对吧 他喊了很久 经济好 那也不能加息 对吧 后来 结果发现 好像也没出事 对吧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个 所以 这个加息减息不重要 但是呢 货币增发是铁定的 还会再增 那对科技股的贡献是什么呢 股价继续高涨 然后呢 这个光伏 请问这一轮由中国主导的新能源光伏产业 为什么没有看出哪个企业是产业主导者 产业到了成熟 为什么产业到成熟阶段 为什么格局仍然不清晰 龙机和中环的归偏降价 意味着什么 其实这是产业成熟 格局清晰不清晰和有没有主导者是两回事 就是说格局可以清晰 但是可以没有主导者 比如说广告产业 就我们咨询产业 咨询产挺成熟的 广告产业 但是现在变了 因为社会化营销成主导了 原来传统的广告 产业的时候 好多年 那产业挺成熟的 电视广告 媒体广告 很成熟 但是没有主导者 注意哈 因为它可以是高度分散市场 比如说中国的茶叶产业也挺成熟 没有主导者 没有大 对吧 所以成熟有没有主导者 没关 那这个光伏产业 因为它是两个产业 一个是制造业 一个是运营 就是说建厂 发电 这个运营业 那么我们说呢 现在的竞争都在制造业 但是实际上制造业竞争 慢慢慢慢呢 就回归本质 就是中国的企业呢 都是用这个 不断的降价 不断的用价格竞争 最后形成一定的垄断 再把这个经济效益再凸显出来 再把利润再做出来 这之前都是给赔这本在做 那现在是竞争的最后阶段 就是所以呢 就还不知道 因为大家都赔钱 对吧 就到最后谁熬得住 到最后熬剩下 那一两家还没死的 就是成了赢家 那到最后谁能熬得住 就有点不知道 因为你这么残酷环境 熬住呢 就不光是一个技术问题 主要不是技术问题 主要是经营问题 就我能不能这个 哪怕这个拆戒 哪怕讲故事 我能容赖钱 我能现金流不断 因为现金流是关键 所以就是说 现有这些企业 谁的现金流不断 熬到最后成功 谁就赢了 对吧 那么但是呢 现在还未见分晓 但是呢 也快 因为已经剩不了几家了 已经都已经聚集的很厉害了 就快到中局了 只不过到了中局以后呢 一定有一两家大的胜出的 但是呢 竞争的重点就转了 因为他们基本上就锁定了 那么那重点是 所以叫这个电厂的运营 我们之前讲过 光伏的运营业 这个电厂 建厂和这个运营电厂 会是一个巨大的生意 但是那个巨大生意 注意哈 又没有主导者 就是各地的 就跟房地产一样 各地去跟政府 拿这个 因为你要入网 你要 你要有入网许可 你要能够接入电网 你不能接入电网 你电卖给谁 对吧 还有个统一管理的 所以你就是和纪委打交道 和这个 和这个发改委打交道 和这个各省的发改委打交道 然后呢 都是分散 不太可能有一家 当然一定会有大的 但是不太可能有一家大的 把全部80%都吃了 这不太可能 所以才是分散市场 因为运营 各地分散运营 第三个TikTok 请问这TikTok未来前景怎么看 字节推出了电商平台 叫Fanel 字节电商业务前景如何 这是两个问题 其实第一个问题是TikTok 现在看起来会完全和中国分割开 TikTok是一个完全美国式做法 那美国式做法呢 就是这个有人带货 但是电商不发达 这个因为他主要不靠带货 然后在中国的话呢 字节推出电商平台 是前景非常看好 因为这个字节 事实上已经成了这个流量入口 就是很多电商流量入口 这个直播也好 什么的 包括呢 我自己 当然我因为我这个手机的关系 我上不了中国的这个抖音 但是我确实老上头条 那我相信抖音是类似的机制 这个我上头条的时候 就我是平时很少电商购物的 因为我没这需求 但是我都被头条推荐的广告 已经够了好几次物了 因为他可以很精准的去推荐 就这东西他的特点在那儿 就是说人以群分你受不了 就是我自己本身可能不购物 但是我这样性格特征 或者我这样不叫性格特征 我这样标签数据特征的人 其他人够了什么 你再推荐给我 我够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人是以群分的 所以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连我都被说动了 被在头条 就是因为纯看广告 觉得这东西不错 买了好几回 那就说明这个的 这个这个推广的这个精准度 是非常高的 或者说能够做到很高的说服力 那再加上这个 他有很强的传播性 对吧 所以就说他作为电商入口 这个价值很大 所以那当然你推出自己电商平台 我其实买东西的时候 我不介意 你是不是非得要连到淘宝去 因为你前的前端都已经说服我了 后端到底是淘宝还是另一件 我不介意 所以呢 淘宝的价值会被极大削弱 这个淘宝的问题 淘宝原来我们就说 其实淘宝价值不如支付宝 原因就在这 就是因为那个淘宝呢 其实他这个锁定用户的能力不强 他只是一个约定俗成习惯了 就跟现在百度这个搜索一样 其实我的手机用百度搜索 说特恶心 就我的手机只要百度搜索 他就一定要跳到让我下载百度APP 我就讨厌百度APP 然后我就希望用网页搜索 就不干 这个手机上 所以我恨死百度 但是我的习惯一敲就是百度搜索 所以他就还有 所以这个淘宝也是一样 他就是习惯带来的流量 但是呢 如果有新的流量入口 有新的电商平台 那这个大家是冲着流量去的 流量又能形成这个引流能力 又能形成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推荐购物的能力 那就从淘宝分流了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流量入口 加上人工智能精准推荐 会使得自己的电商平台前景 是非常光明的 第四个问题是 服务分发网络 之前直播里说 算力分发要依靠SDN 叫service delivery network 服务分发的网络来实现 这个服务分发网络 就离不开电信运营商 就是华为在算力分发上 是有优势的 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 市面上没有查到SDN资料 这怪我 就是因为大家不那么叫 因为这个 都从这个CDN是有那么叫 但是一般都不叫SDN 一般都实际上 他都没到S这个地步呢 都是讲的 实际上是算力的分配 就是这个算力的 这个这个这个分配的网络 我华为有一套说法 我前两天看过华为 自己推荐的东西 包括思科 包括很多ID公司 都有自己的说法 就是有点像这个边缘计算 就是这个计算能力的 合理分配 他有一个这个计算能力 分配的网络 这样其实他就能达到 这个服务 这个分发的这个目的 只不过不叫这名字而已 所以这是一个术语问题 然后第五个是DM 关于DM被证券违法调查 这件事 请问怎么看 我还真没注意到 你可以能不能给我一些背景信息 顺便说一句 就是以后再问问题 我之前其实在 请大家写作业的时候 其实一直在强调 很多人问问题 我都说能不能你先加自己的分析 你别就问我一个 你加自己分析 然后我跟你一起来交流点评 所以这个咱们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习惯又回来了 还是就问我一个问题 别的不说了 我建议以后你问我问题 你加自己分析 这样你 我们互相促进 对吧 那 所以一个呢 就DM这件事 我确实不熟悉 那另外一个 你需要判断一下 看一下性质就好了 就是说 首先呢 这件事 它是券商的处理 说明 这个它和技术无关 技术上它的这个领先性 我们是分析过的 对吧 那如果和技术无关呢 就是它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是管理团队 这个管理团队问题有多大 是不会造成这个企业经营的风险 如果不会就没问题 对吧 所以这个具体看一下就好 第六个大健康 中国平安在布局线下的检测点 线下的医疗机构 同时保险也在推出家庭医生会员 健康跟踪等等 是在按照老师所说的要素布局的 目前主要是差健康数据 请问用什么标准 可以衡量公司战略布局是有效的 其实我认为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这个听起来像故事 因为这些点 它就是你把这些几个散点分开布局 不能串起来的话 其实没有意义的 那最核心东西 其实用户的信任和用户的持续服务能力 就哪怕你给一个用户服务 他能够信任他把数据交给你 当然你也能够帮他去收集 所以我觉得呢 他他现在做的事表面上是好像是对的 但实际上他的缺一个核心 核心理念是我要形成用户的 从用户那持续提供 持续获得数据呢 反过来呢 我持续的给用户提供这个 最先进的这个健康的这个知识 使得用户真正能够健康 就他是个健康服务啊 那而不是一堆散的这个服务 所以当然你说这个 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呢 这个说实话呢 就是要要所谓叫 就是他服务构建的 这个我们明年会讲这个课了 就是基于这个服务标准化 服务规模化来构建这个业务的能力 就是你会看到差别 因为到最后就是 你如果构建了多个业务 每个业务让用户不满意 不如构建一个业务让用户满意 满意满意是最重要的 第七个3D打印 DM跟惠普在金属3D打印上 使用的是类似的技术 王老人能对比一下这两件公司优劣吗 实际上我DM的3D打印领域 属于赢定了的企业 这个结论怎么都是 这个我原来专门分析过DM 是吧 这个我建议你去看一下 我们原来DM的分析就好了 这个惠普第一跟惠普的技术 在不完全一样 惠普的这个在大规模上 好像是一个没有DM做的好 DM一强规模型 我们说的是 它对这个原材料 对零配件的替代 替代的核心就是量 就是你到底十万级还是百万级 对吧 你到百万级都比这个 传统的生产方法的 这个零部件生产的 这个价格低 你就有优势了 这个是DM一直明着说的 而且会公布指标 而且会往这努力的 这个惠普没看到 另外一个当然很重要 就是这个DM是主业 惠普是副业 惠普那么多业务 对吧 这上面它没那么强调 所以这个差异还是很巨大 第八个是游戏 腾讯引入的Roblox 是否会像抖音 会是将来会成为 像抖音一样的平台 提前学习D代码 开发研究如何制作 Roblox游戏或者电影 是否在将来更有竞争力 我觉得是的 一定会更有竞争力的 我们非常鼓励 现在就学习在Roblox上 这个制作这个游戏或者电影 甚至我们这不是讲过吗 连这个室内设计师都有 就是利用Roblox工具 给别人提供室内设计 都可以做到的 这个 但是呢 这个国内不知道 就国内这个叫罗布勒斯 就是这个腾讯和Roblox对合资 这个 好像是这个不是Roblox在运营 是这个腾讯在运营 我觉得最起码 现在看他思路错误 就是他这个推广 罗布勒斯的手段 是办培训班 这个 所有的一个平台 所有的生态都不是培训出来的 而是激励出来的 那激励出来就干两件事 一个是数成功典型 就是谁上面开发了 牛的程序员交流 让他告诉大家他多么牛 这个数典型 他赚钱了 他发财了 对吧 别人就会跟上 第二个呢 就是做生态 就是做交流 就是他是他来讲 成功者来讲 而不是你来讲 现在是腾讯自己来讲 这是不对的 第九个是电动汽车 未来近期销量和产量都不及预期 且被小鹏在销量上超越 未来能不能在下轮造车大战中 持续领先 我认为其实是 现在造车新势力是普遍有问题 就是 这个这么长时间始终不能上量 这个 所以说白了 就是说这事呢 这个中国之道 还是这个 这个这个人家 特斯拉还是中分利用中国之道优势的 因为造车新势力的核心是上量 你如果上量上不去 你其他故事都没得讲 现在这几家基本上是 这个一个月好点的 一万台 这个不好 一万台都不到 那一年下来也就十万台 这个量太小了 这个 所以就说 这个互相超越 都没超出几台去 就是你 你一个月卖一万台 我一个月卖九千台 这根本够不成竞争差异 我觉得就都太早了 决不出胜负来 等到这个每月都要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上十万台以上的时候 就开始决胜负了 那这个还有一点距离 但是呢 现在确实水有点浑 就是因为越来越多家公司跳进来 尤其是 一个是传统造车 这个上 北极上汽广汽 包括这个比亚迪 这个这个这个吉利 那另外还有一些新的 就是像 介入华为呀 或者介入这个第三方 类似OEM的企业 开始自己推汽车品牌的也不少 这个呢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局面呢 会维持一段时间 这个再要决胜负呢 得要看他的自动驾驶能力 就不能只看电动车了 因为电动车会差不多 这个基本上这个电池包 都是从这个宁德时代买的 对吧 要看这个自动驾驶能力了 自动驾驶能力竞争到一定地步时候 再要去分开呢 就要看这个运营能力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车是连续弯道 现在只是第一个弯 刚过 刚过弯 还离中局差很远 所以这时候呢 别别觉得说谁比谁优 就是中局了 差的太远了 不着急判断中局 这个第十个是创业 请问除了硬科技创业 软件领域创业最大机会在哪 我今天讲的不都是可以是软 不需要是硬 那个屏幕是可以用别人的 但你后面就除了屏幕以外全软了 对吧 你包括你说像这个 我们说那个 IP game 那unreal engine 它是软还是硬 它当然软呀 虽然需要硬支持 但是软 所以我们说 简单说一句话 就服务规模化 就是软的领域最大的机会 因为到处都有这机会 对吧 因为核心其实不是硬件 核心是用好硬件 但是这个你自己的核心是整个业务设计和调用技术 对吧 实际上是软的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机会 好吧 所以今天这么多 好吧 这个我们今天是 这个 这个我们十大趋势的倒是第二讲 这个下周是十大趋势的最后一讲 然后再下周就过年了 这个我们 还没到祝大家过年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先跟大家呢 就反复强调这十大趋势其实是围绕一个主题来的 就从各个角度实际上都是所谓叫服务规模化 但是我希望呢 就是讲那么细呢 就希望你能够看得懂用得上 这样呢 这个我们前一大会里面做点剧透 前一大会就强调一个理念 就是科技确实推动社会进步 科技确实给大家带来利益 但是带来的利益是不均衡的 先用的人最获益 和大家一起用的人平均获益 不用的人是会受害的 因为当别人都用科技 你在不用的时候呢 你就受影响受负面影响 对吧 比如说这个大家不记不记得 第一个打车 第一个打车刚出来的时候 我之前特别讨厌打车租车 因为永远有人站到你前面去抢 我也抢不过别人 我很多时候就干脆走回家得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出了第一个打车 我一开始就安上了 我发现再不用跟人抢 对吧 别人都找不着车的时候 我这个车是冲我开过来的 我就到点就上车 这个没人抢 所以你看我就先用 我就有优势 后来人人都用第一个打车的时候呢 那有时候这个上下班忙的时候 就真的是也都打不着车了 对吧 就平均优势了 基本上还是能打着 但是有时候就打不着 那如果说都用第一个打车的时候 你还不用第一个打车的时候 你看着街上出租车 你也拦住也没有用 因为都是有人了 对吧 就人家已经都定了 所以呢 就是说用先进科技呢 是越早越好 那早的时候呢 就会出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因为有些早的科技不完备 他还有欠缺 这时候呢 就锻炼你了 一方面呢 不完备的时候呢 那你还要去克服 你的用科技能力就增强了 另一方面呢 如果你帮他完善 你还能和他合作 你还能帮他完善 那你还有更多的协作机会了 对吧 这个科技成功的时候 你还能分更多的利益了 对吧 所以当然顺便呢 同时呢 就我们明年的这个这个这个业务的课会讲 就是说 有些不完善是致命的 有些不完善是可改进的 那如果说你这个不完善 他都都业务都活不下来 你非得要支持 那也不行 要学会判断 但是呢 这个简单说呢 没有先进科技上来是完善 我们一定要适应 不完善的科技 我也要用 对吧 而且我这个用完了以后 帮他完善 那当然就是最早的受益者 对吧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科技的受益者 好 那这周就到这 好 我们下周见 拜拜